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学习天台中的心态与方法 第十讲 各位毕丘毕丘 各位沙弥沙弥尼 各位居士 大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 请放上 那么在第十讲开始 首先要跟大家提醒 我们今后上课 不是说你们上课不好 不是 是说今后上课 我想我们可以因事利导 让这个课程对各位更加有利益 那怎么做呢 因为就在我们要来上课之前 学员要来上课之前 你们那个教务处告诉我说 要有考试卷了 要考试 那考试 要考试 就要考试每次 就是对大家来讲 当然就是一个测验 但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复习 同时也是一种 也是一种教学的再思考 就是说你们告诉我说 你们上这一段到这一段 那这一段到这一段 如果我重新讲 或者我重新来看这个内容 那我希望大家懂什么道理 那么我会去想 我会去想呢 是 我在这一段内容当中 无论多或少 总是基本上要出一个题目 那么出这题目的时候 在西方他出题目 他其实是出得很活 他也不是用分数在表示的 他大概用等级 用等级基本上会比较好表达 那用分数也相对难 那基本上我也是用等级 只是等级转成分数这样 大家可看得懂 那在这种情况呢 我会去思考说 到底这段内容 你要 我希望你懂的是什么 而且我希望你懂的 当过程当中呢 一定有一部分 少不了可能就是一种知识 或者是一个记忆的 智慧也不会没有记忆的内容 不是没有 不然你脑袋里头没有可以思考的资料 那就是所谓的意识 经上讲的意识 意就是意念 识就是基于这个意念而认识这个道理 这叫意识 所以是有记忆的部分 你名相才导引概念 没有名相就不能导引概念 我懂那个道理我就说不出来 对啊 就是你说不出来 你没有那个语言名词去描述那个概念 我把那个概念讲 我把那个名词讲出来 你说你不懂 我可以针对这个名词解释给你听 好多个名词基本你都懂了之后 彼此之间的关系开展它的道理 这就是你就是经由记忆那个单一名词的意义 然后各种名词相互之间的道理 你才能串联贯串 这就是意而能词 所以多少也是会有记忆的部分 所以我们考试的时候呢 就会有所谓的 不是open book的那个部分 但是呢 更重要的却是 却是什么 却是你应该懂的 这个时候应该懂就不全然是记忆了 一定也有记忆的部分 不然没有意就不能词 词是认词在心 什么叫认词 那个认不是那个认识的认 不是这个认识的认 因为认识而受词 这是一般的字面上的理解 华文里头啊 汉文里头 自古以来就有认词这两个字 这个认词是指说 认是指认运 用心而持守 而把持 是这样 是认运是什么意思啊 认就是 认就是 这个 心呢 不必太作义 自然而然的 认译而起 认你的义就能起那样念头 是这样 最近的天台中 万佛寺已经上到了这个 阿修罗道 苦道里头的阿修罗 六道当中的阿修罗道 你 无非就出离六道嘛 那你不知道六道弄清楚怎么可以 可是在 可是在 世教仪啊 教官刚中 都不谈六道 那世教仪六道呢 三行 每一道三行 三行字 三行字 我也可以讲三行 我可以就这样简单的 以为 你就三行而已 你就三行而已 我也可以简单的讲 但其实不行 因为我们就是要离开六道 六道轮回 你离开六道轮回 每一道就三行字 就描述完了 光一个人道也是三行字 四行字这样子 A是指的四行字这样 你怎么可能 你能够透彻 那你对六道的因果苦相 不能理解 你不能真的生起艳离相 艳离的想法 对不对 那时候他很深细的说 我个人是觉得很精彩 听得很辛苦 听得很辛苦 因为他从来没看过人家这样讲的 我怎么这样讲 一句话可以讲三节课 因为有很多的道理 好 那这以后就提到了一个概念 提到就提到就是 刚好有代道 其实是后面才会代道 就代道说天人 六欲天 这三界当中的欲界 欲界以下是都是 人 修罗 畜生 欲界以下就有四道了 欲界 欲界本身是天道 乃至于 阿修罗道也有 这样 好 那不提了 那么就谈那个欲界六道的时候 我们就提到了说 欲界六道 事先讲到 欲界六道 到第六欲界的天王 欲界天王 那个是比你一般外道在拜 什么 提供那个还要天王的天王 为什么呢 因为 欲界天都在欲当中 男女欲这种欲当中 欲界天王 他都已经不需要你去拜他 他也不稀罕你的东西 他叫他化自在 他连化线东西都不需要 就你们刚刚那种东西来 你们化给我 是这样他化线 是别人化线 他连动这个脑子都不用 他有欲 他什么欲呢 他就这样看一下 他就这样看一下 那男女啊 不用微笑 微笑动心了 他不用微笑 深情的看一下 女的就生小孩了 好可怕 他平常呢 他平常眼睛往哪摆啊 平常不动念 没欲念 所以他那个看 不会电人 不会电人 你懂吗 现在讲电眼 你会电到 好可怕 那个眼睛 哎呀会勾人 哎呦 你看过这种眼睛没有 有哦 你们看过没什么问题 我们这种男众看过 那才吓人 怕死人 拨命就会做人 也会吓到 你看过比丘 你也有电眼的 你看过没有 那时候我就是 我就是 后来我就叫那个 比另外的 比较年轻 年轻的比丘 去问问他 他到底哪里出家的 怎么这么德性 是这样 好了 你看看 欲戒 还在欲戒当中 的欲戒天的顶天 他是怎么样子过日子 他平常是没欲的 他已经快要离开欲戒 就是他要顶上去了 但是他还是缺乏禅定 所以翻不过去 他还是有欲 但那个欲呢 注意啊 他平常有眼睛的啊 那么有眼睛走路怎么办啊 在路上走 万一不小心看到女生 那不完了吧 一看就让人家生小孩 那还得了 当然不是 深情相忘 动念头了 深情相忘 女孩子生了 那往下降呢 往下降 再降第五天 名字以后我们再谈 第五天呢 互相看 深情的微笑 你笑我也笑 笑我好好笑 生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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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情啊 再往下降呢 他一路往下降 你知道吗 降到人 人 不算天啊 那人要怎么样 人要行饮 出不净 往上开始的四天王天 行饮不出不净 出气 再来行饮 完全气也不出 再来不行饮 手摸着 再来用眼睛对看 深情相爱 拥抱 再来深情相笑 再来深情相忘 深情相忘的时候 表示他的欲 已经很少了 平常根本眼睛是看 你看到我 我看到你没有欲 没有欲眼睛也不声望 对方 没有从眼神里头 灵魂之窗 看尽他的心 没有这样 没有那种欲爱想 那你就要反推人 那多可怕 人 你就念念之间 在贪欲当中 你看工人 对不 你定他也要 你爱我 我爱你 他还要当上这个 他想 看他还不错 万佛寺的那个 多宝佛塔 不准抽烟 不准冰榔 不准听音乐 不准喝Wisbee 通通不行 也不能吃昏的 什么都不行 你告诉我我好听 你告诉我我好听 工人哪 哪怕他外面抽根烟 从那个楼梯走过去 我都闻得到 我在房间里 我闻得到他身上的味道 你像不像你 是可怕 所以我跟他讲说 要来这里工作 要吃菜 不能抽烟 不能听歌 不能咬冰榔 不能回Wisbee 不能够讲脏话 不能有女众上来 没有女众小工 通通没有 买来不贪 他还是有人来 世纪歪歪 还是要来的 这就惹来了 这就惹来了 是不是这样 因为这是工人 传统工人就这样 是不是这样 那我听听听听 一定是什么 你不爱我 我叫我贪 就是我爱你 你怎么把我劈腿 我却想起 大概就是这一类的 是不是这样 爱你爱没对 就无非就这样子 不然就把你拎掉掉 不然阿婆我也敢去 什么 就这一类的 他在描述这个 为什么人类这么喜欢听 因为他心超动 不停止不停止 他随时要整个东西来 放在心里头 拿这个 走路的时候 画画画画 智慧型手机 画画画画画 过行人 过那个什么马路也在那画画画画 警察就 犯规罚一千二 现在开始 边走路边 过马路也是 在那画画画画 会抓 画到一半 站在那里不一定当 马路中间 因为他男朋友 寄了一封跟他say goodbye的那个 那个简讯 他去到那里 不停止 不停止 那个欲爱 这是 这是什么呢 这是 还在欲界天里头的 最顶天 才开始有停止 然后往下一路降到人的时候 完全不停止 你说你怎么办 你非议辞不可 你非议辞不可 你非有一个正法来议辞 所以为什么说念佛一句就灭罪 灭罪 灭何杀 因为你正在念佛的时候 你已经不像于五欲而去 不像于贪爱而去 你说 我念不过你杜姑 还好你杜姑 你不杜姑的时候 你不打瞌睡的时候 你都在干嘛 你想一想都在干嘛 打妄想 什么东西可以干活 什么东西可以拿来忙 什么东西可以拿来玩 什么东西可以拿来爱 什么东西可以拿来恨 世俗人就这样子 所以你要抑制 要有一个法相 然后呢 任运起 那么凡夫呢 这个任运呢 他就任运了 他任运爱然 任运爱恨 无非就在爱恨中 你想什么 你回忆一下 你还没出家之前 都在想什么 想我有罪过 我要下地狱 你们这样想吗 不会的 你在想什么 谁爱我 谁不爱我 我赚多少钱 我什么时候下班 谁曾经对我不好 谁曾经对我好 我爹怎么样 我娘怎么样 我老公怎么样 我老婆怎么样 我儿女怎么样 谁怎么样 谁怎么没有 我的哥哥的太太 我那个凶嫂 我那个弟媳 为什么不跟我一起照顾爹娘 为什么就说 我这个倒霉鬼在那照顾爹娘 能不能分这些 分利益 分爱然 分得失 任运而起 就是凡夫 欲界里头的人 人是人道单独一道 不叫欲界的 也是欲界 但是人道 人道啊 得人生啊 极大部分的时间 在想这个 你再回忆一下 是不是这样 刚刚我这一次我看到很多年轻 人在家人 是来这读书啊 很好 现在我 年轻人来这读书 我都先问 怎么样 当完兵没有 当完兵 谈过恋爱没有 没有 要不要试着去谈一下再来 我跟他这样讲 我不要 你不要说你不要啊 你遇到你就想要了 我看还是去好了 不要这么早来 我不要 为什么 我谈过了 吓死我 为什么吓死你 你讲的所以然来 你不能经上讲 吓死你 你就真的吓死你 其实你一点都不吓 你还喜欢啊 你还任运在想啊 你就任运 凡夫像就是任运 你就任运起 所以你得要异词一个法门 他说不用动念 他就自己想 这叫任运 不用想我要想 他就在想 这叫任运 所以任运是什么呢 是不用动念想 我从心里头就陷起 对法的执持 对法的持 的持守 义词 对法的义词 任运于心中生起于法之义词 叫任运 哇你能吗 这个不是任恃而词 哇那差远了咧 对不对 所以说任就是任意的任 任意而为 你这么任意啊 你这么任意啊 我们讲任性 任就是随顺的意思 你的心随顺是什么呢 五欲啊 倘爱啊 爱恨啊 得失啊 我执啊 平常随顺的是这些啊 现在你随顺什么呢 随顺法义 叫认识法义 认识那个法 那 那么 我们今后讲 第十讲开始 你们都要很小心 边听的时候 就要边做笔记 边立标题 怎么说呢 因为我要来的时候 每次就怕你们跟我讲 要考试了 要考试对我来讲就是考试 因为你那一小段 那一小段文 到底我要问你们什么 第一个当然 我刚刚说了 免不了会有记忆的部分 但不能老记忆啊 记忆是 记忆是手段 是基础 真正的是要你能认识 意识这个法门 这个道理 那这一段内容里头 到底是什么内容 我要想要让你懂的是什么 这个时候就不一定是记忆而已 那我要出这种题目 所以它基本上是活的 甚至要你去找资料 是这样 好了 那既然这样子 那你们又要我出考题了 所以现在我 怕我考题上面讲不清楚 今后都会有这种考题 什么考题呢 完全open book 随你怎么搞 都可以答的题目 是什么题目 你们那个初级班跟高级班 大概各有几个人 初级班多少人 多少人 25是初级班 是吧 那高级班呢 9个 9个算10个 25算30个好了 中级班几个 6个 16 16 哇 25 24 24 24加16 就是40了 40加9 50 50 50 那我们现在开始出题目 有一个题目要这样出 初级班没有考 那就是中高级在考而已 不然初级班在干嘛 他没上课 他只是上课不考 有考吗 他只是听别的 所以他不上课的就是了 那叫做中级班跟高级班 高级班才几个 9个 初级班 中级班16个 对不对 全部25啊 全部25 那这样的话 高级班9个是吧 那中级班呢 有要考的中级班呢 16个 所以25个 25个 我16 16个当中啊 35 15 好 这个 三个人一组 你们任选三个人一组 这16个人 那那个9个 也是三个人一组 这个初级班的16个人当中 三个人一组 有一个会 有一组是多一个人 这四个人 那初级班都三个人一组 你们自己找 啊 对 中级班16个 16个呢 16个 三个一组 其中有一组是四个 对不对 这样就16分完了嘛 对不对 好 那就分成几组了 分成四组 不不不 五组 分五组 那高级班也是三个人一组 三个人一组 有分三组 算了算了算了 这样分不好玩 那么这样子好了 16加9 那你们打三的分 打三的分呢 16加9 25 25人一组 分五组就好 好了 分组就很难了 第一个 分组就是考试 分组就是考试 写答案的时候呢 这一题五个人的答案不能一样 这一题五个人答案不能一样 各自发挥 但是你们集体讨论 那么集体讨论 有一样的跟不一样的 怎么讲呢 这个考法很好玩 第一 分组 分组就是考题 你怎么去找组 每一组呢 必须要有中级部跟高级部 不能高级部找高级 中级搞中级 不行 这就是好玩了 换句话说 你在写答案的时候 你是某甲 那你后面刮胡 要 中级部某椅某丙某丁 那么高级部某 某物 这样五个人 你要标明 那到底高级部人 每一组当中 高级部几个 初级部几个 随你 你们去凑 反正五人乘一组 一定要中级跟高级 混搭 现在流行混搭风 混搭 OK 这就是考试之一 把名单弄出来 下次考试不能重复 每一次考试都会有这一题 终于让我想出一个很好的方法 让你们有事做 好 这样子呢 好 那怎么考法 这一题是哪一题呢 这一题是这样 从第一讲到第五讲 这五组呢 选一讲 连选哪一讲 对你们都是困难的 只能第一讲到第五讲 因为已经排出来了 今天已经给我看了 第一讲到第五讲 这五组呢 每一组刚好五人 是混搭的五人 然后呢 去选一讲 好了 选出一讲当中呢 你们这一组呢 有一个共同的答案 就这一讲 第一 立副标题 再来立里头的指标题 立越多 分数给越多 好 副标 主标题就这个嘛 修学天台中的心态 是主标嘛 每一次讲都 都很random 就是很随机的 会有不一样的内容 对不对 都不重复 都不重复 所以你们要去 你们这一组人呢 听了听了之后 去讨论出一个副标来给我 难了 这就好玩了 你们就很多事情要做了 要考啊 你们想考啊 我这一次就光考这一题 就把你考烧焦了 那么好 那么呢第一个副标要 这五人当中可以共同得一个副标题 那你必须告诉我第几讲 比如说第五讲 你也是第五讲 副标是什么 副标底下一定有各个指标题 对不对 比如说 玄坛啊 可以立 那么你一定有三分 一定至少是三分 玄坛正中流通 但是正中里头一定还要分 你不能叫三分法 三分法分数一定很低 但至少有三分 三分法 三分法当中 有时候续分特别长 有时候流通分特别长 有时候正中分特别长 不一定 我也不知道 你们自己发挥创意 在Facebook上面 我最不喜欢看到人家留言 有什么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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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毫无创意 你懂吗 常常都会被那个Facebook的 那个什么 那个城市啊 判为什么 垃圾留言 我都后来把他点开 然后跟他讲说 这是非垃圾 你看人家被他点成 当作是垃圾留言 还用那个什么呢 还用那个 那个瓜胡来表示我合掌 这真是 佛教徒怎么这么东轰啊 这真是 这没有创意 你怎么弘扬佛法 真是 这个不要这样 要发挥创意 那这里的问题就好多 考你们了 第一 考你的人际关系 考你跟人家的互动 考高级部跟中级部的相互流通 考怎么样 考高级部怎么不起称心 不起焦慢 中级部怎么样子呢 不要 不要怎么样 不要在高级部面前 太耍帅 太至于也了不起 怎么样子呢 学长带学弟 学弟呢 对学长的关系 这通通是天台中的学习 学了一大堆 你不会做人 你学啥子啊 光一个分组就是考试 而且每一次的考试都有这个 所以你平常啊 公关做好一点 不然你的事就很难过 每次到考试 都是人家选到后来不要你了 那最后之后你自己嘎进去 这样 让人家好像觉得你多余在哪 这样你就很惨 你在团队当中要付出你的心力 学会与人相处 精彩啊 然后好 然后这个完了之后呢 指标题 指标题是 副标题之后 里头副标完了之后 就是以下的各章节标题 章节标题当中 多少你要分清 什么呢 分清 序分 正中分 流通分 然后序分里头可能还有副标题 还有小标 正中分里头也有小标 流通分也有小标题 什么叫做序分知道吧 就是发起这个讲词的 用心想法目的等等这一类的 那么什么叫正中分 就对于这个讲词的核心意义 正在说明的部分 所以你 你得要听懂每一个讲词的核心意义是什么 核心意义搞不好有时候有两个 但大部分是一个到两个之内 找出来 找出来 我可不考你 你去找出来 然后呢 你们五个人说了算 这个标题的部分是五个人共用的 懂吗 这是共的 所以你们可以互操 没有问题 因为是你们讨讨论出来的 大家都陷入都有心力 只要这个指标题立得出 基本上分数给一半 然后接着呢 流通分是什么 流通分就劝勉大家 怎么基于今天讲的核心道理 然后去实践 实践的利益 实践的目的 实践的好处 实践的具体方法 或者是语言上怎么劝勉 这都可能 必定的 就像世尊讲法 他的流通分有长有短 法华经的流通分全世界 没有人敢判他有欺评 在天台中判欺评 哪有人流通分这么长的 就这么长 没人这样能判 他连浦门品也是流通分 这真的是太棒了 你不判他是流通分 根本没办法解释 没办法依天台的那种 一佛称的概念去解释 所以你看判 判一个教法的 续正流通 是一个最大最基本工程 基本的工程 基本的工作 所以去听清楚吧 听完了之后 分组讨论 发表意见 立定三分 三分立完了 一一分钟 刚才立小标题 然后好 小标题都立完了 这里面供的 现在小标题立了 当然大家一定会经过讨论 听稳讨论 你大概就有概念 接着呢 个人发挥 考试的时候呢 你可以把正标 副标题跟小标题 先抄下来 因为是你们讨论的结果 没问题的 直接抄上去 你们五个人 我要看啊 五个人的标题要一样啊 哪一个白目的天兵 写成不一样的 那这样的话你会被扣分 你跟人家讨论到结果 结果你写出来标题 跟大众讨论的不一样 你怎么可能跟人家同主 那你都在干嘛 睡觉啊 他在想你的事情啊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抄下来 没问题 你不要连抄都抄错 所以你们五组当中 五组当中 这个 五人一组当中的 小标 副标 都是一样的 要是有人不一样会扣分 扣很多分 我的评分标准 这里都很明显 好了 标题一样 内容呢 哎呀 兄弟上山 各自努力 兄弟上山各自努力 自己发挥 你要是能跟人家好好讨论 你们这五个人要是真的能用心讨论 你写下来是有如 下笔有如神助 一定不困难 写什么呢 写这个标题底下大概说什么 你就随你的意思写 若多若少 随你 你哪怕要从录音带里引一段文来发挥也可 你立标题的时候也可以从录音带里头 我的某一句话就立一句话立标题也可 看你善巧 挑战很高 但非这样不可 因为你已经听到这样 都我在讲 你们都没在想 请我来讲很高兴 送了这么多 这样子 今天吃的实在有够饱 我真怕你们同学提早来了 我还给你吃 为什么呢 每一样都要吃一点 我就已经快挂了 因为我知道你们很用心 很用心的不吃一点点不好意思 但后来吃的吃的 放在那个锅盆后面 还有一样没吃到 忘了他五分钟才吃下去 所以很累 那么你们很用心 很好 那但是呢 用心的我要回报你们 就是更加考一下下 那么这样子呢 这是个题目 所以这个就不用我立题 反正有一题是这个 一到五讲 一到五讲 五主当中各选一讲 不能重复 不要重复 不要同一样 这样你也不 这五人也无法去模仿别人了 你懂吗 完全open book 你要翻遍大藏经 还是要到哪里去找资料 西听尊便 懂吗 还是你要考试的时候 把你的什么 什么手机电脑 全部拿上来 我都欢迎 你要边听边写答案 我也都欢迎 重点是 你这个标题讨论出来 好 那么所以现在 你在正在听我讲话的时候 你就赶快注意了 这就是你未来考试的内容 这一讲叫第十讲 下一次的考试一定会用上 不晓得谁 当然你们这五讲也可以用抽签的 分好五组之后 这五组来抽 大家就没什么好说 因为是哪一讲 也没有哪一讲容易 哪一讲不容易 也是很难说的 你自己抽我 这可以 这倒是可以 这又牵涉到你中级部跟高级部 整个合到一块的讨论 到底要怎么选择讲 讲试 你看看 不然很多学佛的人 很多佛学院 读出来之后 谁也不理谁 你不说我若好若饿 我也不说你若好若饿 要命 大家像仇人一样 谁也不认识谁 认识太多人 烦恼太多 你看看 人家说 学菩萨 倒要做众生 不请自有 你同班同邪 同邪 都会搞成这样 像仇人 你看真的还得了 所以这种考试 就直接要你把天台中 的修行放进来 佛法是活的 考试方法当然也是活的 考试领导教学 领导读书方法 懂吗 所以我的挖空心思 怎么样子 领导你们 要在活用天台中 好 那么 这样之后 还有第二道题目 第二道题目是大家写的 试论天台中考试对我的利益 这是这一次你们来给我的题目 因为居然有同学说我毕业了 那毕业很好啊 那毕业就请法师慈悲 我是怎样 能不能再继续给我们考试 我第一次听说那个同学毕业要求继续考试的 这真的是 这真的是 这真的是表示你们好学到令人感激 令人感动 不是感激令人感动 那居然这样子的话 请你就写这个题目吧 所以这一次的考试有两个问答题 两个深论题 光两个深论题就占百分之六十 你能够写百分之五十 那就能够 你就能够 你能够写得好 你很能帮你忙 你去思考这两样 一个就是我说的讲词 一个就是刚刚这个题目 现在就可以开始构思了 准备考试 你们现在开始了 试论天台中的考试 对我的利益 为何 还要写什么呢 要写利益是什么 而为什么 这过程当中我产生了什么 思考 学习上面的量变跟质变 听得懂吗 听得懂我意思吗 听不懂啊 要这样写 第一 他到底对我产生什么改变 这些改变是怎么发生的 那这些改变对我有什么好处 最起码写这三样 第一个 发生了什么改变 是直接描述 发生了什么改变 这个改变怎么发生的 这就讲了 是怎么产生量变 怎么样 又从量变变直变 什么叫量变 本来从来不看书的 你不在去听讲义的 讲义听完 你搞不好你正在听的时候打瞌睡 你那个文字搞不好听了就看过去 这个量很少 你进入你的心很少 为了考试 你会一直去看那个考试有关的那个文字 跟音代 对不对 是不是量变产生了 量变产生了 对不对 量增加了 越听越多 一再重复听 就是所谓的温固之心 你不温固 你怎么会有新的理解呢 你不要说我听过 太多人都说我听过了 很多居士在网路上面 在水月超的 水月格的网路上面 都说我听过了 我说你听过没有用 我一分钟讲一百三十个字 你听过有什么一点用场都没有 我说讲话讲更快一分钟讲一百四十个字 你怎么可能听得下来呢 你听了也没用啊 为什么 子弹飞太快了 咻一下就过去了 很好笑 但里头有道理法义你都没听懂 对不对 重复听 我有一个学生啊 比丘 现在已经当住持去了 他当年当比丘的时候啊 他类类 虚类类 我常讲 他是太虚大师的师弟 叫很虚 后来又来了一个 他的同班同学 哇更惨 他叫做更虚 是很虚的师弟叫更虚 为什么呢 因为他常常认识女生 思维什么 人家思维法义 他思维淫欲 他这样真的是这样 后来他就听什么 他还没有来读佛学院的 他为什么下定决心来南普陀 找我读佛学院 他就是在 在常住当时师傅跟他讲说 你会死 你会死啊 你到菜市场买 买一次菜看到女众 你回来就整个人虚类类的 很虚 就这样了 怎么办了 听法杖法师讲的那个不静观 他就发狠听哦 连听欺骗 他亲自来告诉我 他来的时候 他已经跟我讲 他听超过十遍了 他说 那感觉怎么样 他说 他说交主任 你讲上一句话 我下一句话 我就记起来 下一句话讲什么都记得 这么厉害 那你还听 还要听啊 为什么 不听会死人 他就是靠听来认识 最后他有办法来读佛学院 当然佛学院是难中的 但是他撑得住 他没有很虚了 撑得下来 读到毕业 人家现在装助识 你看 一个教法而已 听十遍以上 所以你要听到 上一句便下一句 下一句 讲什么都知道 那个法尽心了嘛 所以我常常说 以后你们要有空 跟常住请 请示一下 你可以帮我打那个讲法的内容 任何一种都可以 那是对你有利益 那不是我需要或不需要 对你有利益 你要准备考试的时候 你准备考试 你一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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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亮变嘛 本来不 本来都不变 对不对 不然你听了 不然你听不再听 现在亮变了 开始听 这个不懂啊 那个不懂啊 这怎么办 再问那问 这查那查 再听那一听 就亮变了 亮变了之后呢 开始产生质变 对吼 我以前讲这个道理 我都没懂 以前有这道理我怎么没看到 是啊 以前那道理模糊 有一个叫 地叉思的 他问了两个问题 问的是 有在听 但是你何不量变一下再来变直变 多听几遍呢 就这个意思 量变变直变 哇 你的心开始变 因为懂了之后 这种懂不是 刚开始听的那种懂 为什么 刚开始听的那种没有量变 没有量做基础 不深刻 叫浅盘子式的懂 你看我们在记忆东西的时候就是这样 刚开始记忆的时候 让你刚看过 你记得起来 去上个厕所回来全忘光光 卡不进去 磕不进去 不够深入 你唯有一再记忆 一再记忆之后 哇 一再体会 一再体会 体会到后来刻入你的内心了 直变产生 直变产生是什么意思啊 本来天台中讲的道理 他是他 我是我 我生活没变了 我烦恼没少 遇到烦恼还只是烦恼 你就贪在那儿 现在不一样 现在因为量变的关系 我一再的听那个道理 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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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新再懂的时候 哇 见三 四三 后来忘记了 就见三不是三 重新经过量变之后 多听了之后呢 又见三 四三 这次的三就不一样了 对不对啊 所以这就是真正的质变 在内心产生 所以到底怎么 改变怎么发生的 有没有这个过程 你不能瞎掰哦 你不能假装你有哦 我只是问你而已啊 我只拿这个角度问你 没有就没有 没有表示你的量变不够 你的努力不够 所以你的直变发生不了 所以学习佛法 固然不是在记忆 但是一定有记忆 跟一再熏修的过程 这一定有的 了解吗 那你就不熏修 听完了就摊在那儿了 录音带是录音带 光碟片是光碟片 那么你是你 躺在那儿 最后让后人麻烦 因为那光碟片坏了 要丢也不是 不丢也不是 因为这多好笑 多浪费资源 是不是啊 所以一定要重复听 那么为什么我敢这样说 是因为 我自己都重复听我自己讲的 我自己都会这样 我自己都会这样 我以前是讲出这个道理来 哎呦 落开到现在自己叫我没记得 我自己都会这样发现 为什么道理太多了 这个道理 那个道理 有时候你不常用 不常用 不是你不懂 是你没有觉得他这么管用 这么重要 你就没用了 没用了一次 两次三次之后 你就过你原来习性的日子 你懂吗 道理不是懂而已 是要变成你的性格 很多的同学会来问我 上次你们几个同学来 中级部高级部 那来了 来了就问 哎呀这个这样怎么修 那样怎么修 问一张纸条上面 其实这些当然是你们的问题 很好 不过话要说回来 那个我上课都讲过 但为什么对你来讲 有这么新鲜呢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变成你的性格 了解吗 所以你没办法透过 透过变成你的性格 任运的升起 认识法的功德项 那遇到烦恼 还是用你的习性 用你的习惯去面对 讨厌 生气 逃避 不知怎么办 贪在那儿 傻在那儿 所以我佛法永远是佛法 跟你没关 你没关 因为他不是成为你的性格 所以怎么成为性格的 我问你 那我们来讲 你看 哎呦 某人身上都是烟味 为什么 他想抽烟 他抽烟啊 他每天都烟味 哎呦 那个人酒鬼 为什么你知道 是他的酒味 为什么他会想抽烟 他生下来就叼根烟吗 你看过哪个小孩 生下来叼根烟的 嗨 娘 爹 我来了 从产道里 钻出来的时候就叼根烟的 你哪看过 那死就鬼 当然不会啊 所以 但是为什么他会变烟鬼 老烟枪 会给人家讲成这样 熏出来的嘛 他这种烟鬼 酒鬼 你知道他怎么说话的 哎呦 吃好死 看他死没吃 抽给他死 好过 好过不抽而死 死不抽 死而不抽 我宁可抽而死 我也好过 死而不抽 他讲这种话 等到真的得口腔癌了 他说 医生啊 怎么办呢 医生说 戒烟 我戒烟 他为什么会本来是不抽烟的 会搞成老烟枪 请问 曾经抽过烟的人举手 曾经抽过 或试过抽烟的人举手 你觉得好抽吗 呛了个要死 臭了个要死 真不晓得 这有什么好抽的 怪了 就是有人好抽 放后一根烟 快乐是神仙 你为什么怪异啊 为什么 习性 熏陶 久久而不闻其臭 就这样 然后就变成习性 而变成性格 就变成他的写照 他变成叫 在人间 他叫做老烟枪 你想 人间这种颠倒的东西 他可以根本很糟很臭很辣很难吃 会搞死人 他都可以硬把它熏成了 他的生命的一部分 让你解脱的法 让你断烦恼的法 你把它听一遍就丢到那盒 刚刚我在讲怎么考试的时候 搞不好还有人在生烦恼 哎呦 客的客啊 搞来搞这样 人家要怎么弄嘛 搞不好已经有人在生烦恼了 我在教你吃药 你生烦恼 你是勇猛精进 叫你吃药 就皱死眉头 那你是怪异 那你们来学佛 乃至于来出家 不就是来看病吗 请我来 不是请医生来门诊吗 结果人家来门诊 医生说 以前睡 你那个油不可以吃 毒油不可以吃 医生你好烦 人家都喜欢晚睡 你干嘛叫我早睡 你干嘛崩壞了 又叫你早睡 你说你要医病 现在正在给你良药 你的女孩子没生烦恼 我刚刚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 下面有一股烦恼的气 一直传上来 好可怕 那是怎么弄吗 好烦哦 那个念头在那里 我一直听到这种呼喊的声音 好可怕 那就好像医生开药给你的 当场就给医生难看 哎呀这个药怎么吃吗 这算药吗 你这什么医生吗 拜托是请你请医生来医诊的 我就是来医诊的医生 现在把你开药了 你现在又闲 那个药干嘛 就是让你熏 熏 强迫你去熏 你看看那个抽烟这么臭的事情 那听那种 我刚刚讲说听音乐 他把关了 他就不敢再播了 那听了你觉得唱那种歌 那简直就很三八 很动人心 那个动起来很不舒服的 你知道吗 晚上的时候 我会试着去看一下 世界人在听些什么 我一听 哇很难受 有夜来人静 心很沉的时候 哇听那个 你爱我我爱你 那心很躁 你说众生难怪会躁动 难怪会烦恼 就听这种东西 就听这种东西 这种东西不好听 烟不好抽 酒也不一定好喝 辣了个要死 这样子就他喜欢喝 喜欢听 不吃不行 不抽不行 不听不可以 熏出来 天导法是熏出来的 你看过狗没有啊 狗会去吃大便哦 哎呦我够辣死了 对他来讲 不 那就是蛋白质补充剂 那就是他的维他命 蛋白质补充剂 那是他的补充剂 你觉得这怎么可能 这么脏 他习性这样 所以你烦恼 就是你那个贪爱我之的习性 成为你的性格的主宰 懂吗 成为你性格的主宰 你一直给他带着 我们常常讲 这是你建构的轮回向 建构的人生向 无非就是贪爱建构的世界 所以你遇到的人 非贪即爱 非爱即怨 非怨即恨 你知道吗 一定是这样来 一定是这样来 你看很多员工去 去上班 他就怨老板 上班他自己找的 奇怪 这个老板他自己找的 他怨老板 他到底要怨谁啊 他不怨他自己吗 那结果呢 换了出家 不也这样 怨师父 怨同参道友 来到佛学院 他怨学院 他也叫佛学院 怨是埋怨的怨 读在教授佛学院 对没有错 都在那里怨 此怨非彼怨 都是埋怨 你要不要再笑 你自己反问一下 谁叫你来读的 脚长在你身上的 谁走进来的 你的习性 就你建构的习性在哪 所以考试的意义在哪里 无非就是熏 所以我要想方设法的 多熏你 让你不得不熏 我领导你去熏 这就是我考书的目的 所以说我要让你懂什么 那个懂是包括一个操作 不是你记忆而已 这就是我的最大挑战 我也在挑战 我怎么样去考题 我本老是考一样的 要给你们 的意义在这 所以这样子你透过那个质量变 就一再的熏叫做量 那个量增加 你知道吗 静坐思维 什么静坐思维 一直思维 人生是苦 一直思维 无我 一直思维 呼吸间 无忧我 在一息呼呼之间 无忧我 在烦恼未生之前 找不到一个能烦恼的我 烦恼正生起的时候 没有一个是我 因为我 没有一个我想要烦恼 烦恼过了的时候 再也找不到那个烦恼 连那个烦恼也无我 每一次起烦恼 就静坐 就思维 就思考 每一次来他就思考 一再一再的量变 量变 增加就叫量变 量再增加 一再的重复那个样貌 就是量变 重复的这样思维 不是懂了 大家都懂了 不然来出家 不然来学佛 都懂了 那就是不熏 什么叫熏 拜佛是身上身体的熏 但是更重要是心里的熏 拜佛求忏悔 拜佛消业障 拜佛放下我执 拜佛放下妄念 拜佛放下傲慢 拜佛思维己过 拜佛提解佛性 这就是拜佛 你正在拜的时候 你在干嘛 数数目 身体在拜 耳朵在听周边的声音 脑袋在想 拜完了要干嘛 然后眼睛呢 甚至于没看佛 再看 那个蜡烛怎么这样的 那个灯怎么亮的 这个这个 根本眼也不观佛 心也不想佛 耳也不听佛 语言 或许念一下佛号这样而已 叫你的熏力量弱 所以一定要放在心中 让思维的量增加 叫量变 考试的目的就是这个 所以它决然是一种修行 所以早一点考 早一点给你们题目 你们就早一点下手去准备 那就再修了 所以禅宗也有讲 禅堂里考功夫 也是考 考你的功夫 它就导引你嘛 你要说得上来 答得上来 我问你一句 你答得上来 你有在餐 有在用功 不会整天坐在那 耗费信思 浪费人家炒鞋钱 那你们不是在禅堂里吗 在教室里 我当时用文字导引你去思考 不是文字导引你记忆 而已 记忆也有 一定会有的 心学的道理要记忆 这是没问题 但是有的要思考 所以一定要动脑筋 然后呢 产生的量变之后 产生直变 就是你的性格开始改变 你要描述你的性格怎么改变 是因为考试而改变 有这么大效果 你不要骗我 真的啊 真的就真的 万一没有呢 没有那你这样几次考试 你都考 你是怎么考的 你怎么过日子的 那你也得要检讨检讨 没关系 你 透过这个过程当中是检讨 这个考试 的过程你是什么心态 跟你在排挤 你想一堆道理来说 根本佛教不用考试的嘛 考试有什么用呢 这张考卷考一百分 难道就保证委定往生吗 真奇怪 学院干什么要考试 搞不好你心里在这样想 这样想当然好像也对 因为奥弥陀佛去的时候 也不会拿你的成绩单看 但问题是 我们也不注重成绩单啊 我们注重是你考试的过程 的准备过程 熏成你的什么 性格啊 转你的心啊 它本身就是修行的一部分啊 的问题就出在这儿 问题就是这个 你看懂了这个没有 万一你没看懂 你这次写一下 你写一下 这就是考这个题目的目的 是考试题目的目的 所以它一定是往善的意义上去的 它不是往恶的 讨厌的对立的意义上去的 不是 所以这种考试也没有所谓的 基本上我都不给八十分以下 除非 除非你真的太恶劣了 是写个名字 事法上 然后就交卷了这样子 那这样真的是我怎么给分呢 没办法给了嘛 对不对 那除非是这样 不然我基本不给八十分以下 所以这不是要为了对立嘛 那问题就出在于 问题就出在于你有用心 有用心 好 有用心 好 那么这就是 这一次谈到啊 天才中学习方法当中 我们这一次呢 谈到 借由考试的方法 来导引一种学习 这一次就讲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那么就讲到考试 透过考试 来导引我们的学习 这当中呢 还有好几个前提 要注意 第一个前提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前提是 你得来读佛学院 或者叫做 你得来学习 而且要接受考试 你要知道 要是你自己自己在家里 你自己在家里 听听我这录音带 听听天台中 天台试教于 既教官刚中和说 你也听了正经八百的听 然后呢 我将来录音带光碟片里头 也会负责这个考题 你会考吗 你会去真的就这样正经八百的考吗 你可能最好的一个 可能是这样 把它秀在电脑的荧幕里头 这样看一下 然后再用一点心 想一下下 五分钟带过去 大概就这样 我懂 大概是这样 那我懂 当然 你能够像在佛学院这样吗 赶快啊赶快啊 剩下多少时间啊 赶快要交卷啊 你们讨论完没有啊 怎么 交卷啊 法师还要改 他们上次同学来啊 要求我说 法师还要让你麻烦 还要再搞我们的 改我们的考卷 对 就是要有人改 你得交出 在一定时间之内准备完 然后一定时间之内 作答完毕 然后交出 最后回来的时候 看分数 就照这个过程 就虚假的 看起来跟成佛毫无关系的 跟往生极乐世界 具体不会 好像具体不会发生的 这种关系 这种作为的 在增加你 真实用心 你得愿意 而且你得有福报 读了一半 你师父说人快挂了 要你回去接住时 读了一半说什么 你师兄挂了 走人了 生烦恼 跟谁生烦恼走了 现在庙没人管了 缺了一个当家 缺了一个 缺了一个替死鬼 赶快回去 连读都不能读了 连考试的福报都没有 你看他们同学 闭了夜来求我 说要考试 天方夜谭 但就这样 原因是什么 你考试就是有这个好处 你才会警测 你才会量变 变直变 直变 心改变 他感受到这个事实了 他就会这样要求 而且他有缘这样要求 是他的常驻 就是我们 意德士 意德士有这个氛围给他 容许他 也支持他这样 第一次听到有这种怪异的常驻 毕了业了还坚持要求要继续考试 这就是你成就了 助持导引成就 教育的部门导引成就 所以这次就拿这个做主题 但是是得利益了 没错 我也确实的 我曾经上一次来讲的时候 我讲过一次 你们和尚你来了 我也说了 我说从你们同学的考卷当中 这样来看真的是进步 连我都看得出来 那个不是什么记得起来 记不起来 那个不是这个 那不是这个 那记问之学 那当然很重要 但这个是大家都比不出来的 你也背得起来 我也背得起来 这比不出来 你懂吗 这他作达的态度 深度 那种比较雍容的感觉 比较不会在作答过程当中 惊悚 不确定 你知道吗 我看得到这种心 我们在读你考卷 能读得出这种心 在写答案的时候 会不确定不确定的 跟很笃定 这是不同的性格 不同的氛围在那里 就好像刚刚你们 有人在起烦恼 我马上感受得到 那你担起来 你懂意思吗 那马上弹过来 那马上感受到 这一是一样的 一念三千呢 你心静了 你就会感受到 这些周边的东西 你就会知道 所以他是变了 真的是变了 所以恰好可以谈这个题目 这就是一种方法 第一个就是 你要有福报 真的读得下来 而且居然还要有福报 说毕了业还可以这样干 这只是有福报 才有办法 这叫福报 第二 你得愿意 你得愿意 你不怕辛苦 你不怕挑战 对吧 是不是这样 准备考卷 准备去面对考试 这是有点辛苦的 而且是挑战 它在时间内 要读一定的内容出来 要得一定的答案 而且还在时间内 还得写出来 是不是 这一定是挑战 对不对 这才逼着你 你不逼 就这样晃 结果都怎么样 都晃在六道里 都在六道里轮回 没逼你 没人逼你 所以要有儿女来逼 老公来逼 老婆来逼 社会来逼 金钱财物来逼 逼着逼着 你才会去思考人生 这又是人生的另一种考试 你不爽吗 不爽他还是来 你也躲不掉 佛学院 最有福报就是 你不用等到 这种人生的考试来了 七 手八脚的 这样的忙乱 毫无根底 你不用 你就在这个屋子里头 有这么一个 可怜的比丘 每次要一个时间 都要替你想题目 考你 还在替你改 这就在替你考验人生 这就是人生的一个部分 人生太多的 太多的情况 另外就是你不想面对的 考试是第一个 现在就是考你 考你 刚刚已经给你一个 不想面对 对不对 好笨主 还得要弄题目 无中生有 很烦 对 这就是人生 我在创造人生的 禁欲给你 你愿意面对 甘之如鱼 而且谨慎以对 谨慎以对 这一招我还没用 比如说 我跟你们和尚名讲 我今后考试 一定要抓尾巴三个人 砍他留级 这一招我还没用 我还放在口袋里 让你们下了个饭死 无论如何 我不能最后那三个 可是我那个朋友 我那个泰国来的 印度来的 非洲来的 还是什么 日本来的 韩国来的 中文不带行 他永远就是 那后面三个 我要不要对他慈悲 你就开始在那煎熬 帮助了他 意味着也有别人倒霉 最后一定要抓后面三个 我这招还没用 会更加逼迫你 师父 你为什么这么狠 这个佛法讲 讲慈悲的 你干嘛这么狠 现在对你不狠 以后就是狠 在军队当中 我以前训练就在你们的嘉义 那个驾顶 岐顶 岐顶有陆军带训 我们当时空军 但是空军的虎尾训练场在改建 空军阿兵哥居然被搞到岐顶 来给陆军带训 陆军对我们气得牙狠狠 一下车啊 一下那个公路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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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砖车啊 一下就趴下 我们傻乎乎的 那时候还没有当兵 什么是趴下 然后他就开始了 问候我们祖母了 问候我爹我娘 问候祖母了 开始就问候 然后这杀兵啊 天兵啊 趴下就是趴下 他找一个比较近的 就往他脚上面一踹 蹬整个人就跪下去 就这样子啊 东西摆着 趴近 趴近什么呢 营区 就这样搞 一开始就这样搞 很好啊 这就是阿兵哥这样训练 那你们呢 你们没有这样 对不对 没有这样 那每次跑那个五千公尺的时候 教官就会讲 慢啊 慢没关系啊 后面五个倒霉 开始听到五个倒霉 后面那五个就死命的往前冲 那第六个当然不让他跟过去啊 对不对 不让他超越啊 因为第六个被超越 他就变第五个以内了 死命的跑 很快就跑过去了 阿兵哥有太多训练的方法了 现在都转换成为我的口袋方案 连我带我们的小沙咪也是这样 有时候他们边坐边玩 我说没关系啊 你们玩啊 后面一定有两个会倒霉的 我捉捉我就会捉了 最晚坐完的 我坐那两个倒霉的 去跟狗绑在一起 那吓坏了 吓坏了 死命的做 方法是有的 这就是 我们去当兵的时候啊 你说我不慈悲 当兵 去打靶 打靶的时候呢 就趴在那儿 我们是趴着 枪瞄准 瞄准的 常常都把种地瓜 种地瓜懂的意思吗 就是打到地底下 根本没打到靶 不要说打到靶心 连靶在哪儿都 也都搞不清楚 还有那种天兵 还有那种天兵 紧张到不行了 瞄到别人的靶 你懂吗 打完了一算 那个士官长一算 他就开始了 问候他爹他娘了 真奇怪 每人三颗子弹而已 为什么他这里有七八个 七八个洞 然后那下面的小阿兵哥 我们那些 我们那班还问说 啊是那个 对啊 搬哪一个 我怎么都瞄到那个 瞄到别人的靶那里去了 是这样子 都打到别人的靶那里 他就用天兵 好 那趴在那儿的时候 正在瞄瞄瞄 你的那个 你自己在去床上试看看 去趴着看看 那个后脚跟得贴地 你想趴在地上 后脚跟还贴地 你怎么过日子啊 你怎么做 穿那个大皮鞋 你这样光的脚丫 你等一下下去试试看 趴在地上 后脚跟要贴地 你想不想 我们就要这样说 而且穿着鞋子哦 好啦 一定有人忘记嘛 正趴下去 他注意力放在枪端 就忘记了他的后脚跟 你知道班长怎么做的 用踹的 谁说用踹的 来举手 刚刚有谁说用踹的 来 我再问一次 班长会怎么处理 来讲一个答案给我 他直接用枪 枪脱 枪的背面 走过去二话不说 就往你那个后脚跟 扎下去 你整个人啊 跳起来 只差没把枪 对着士官长而已 是这样子而已啊 起抓狂 是这样 他扎那一次之后 他可以拐着拐着走三天 那士官长就讲了 我现在如果不让你一辈子记得这个痛 以后敌人就可能瞄准你的后脚跟 因为你后脚跟翘起来 在远方来看是一个 把标靶 是会被打到的 你在跟敌人作战的时候 你的身体越低 也就是你修行 你面对你的无常的时候 你的态度越低 你越不容易中枪 人家说躺着也中枪 是因为你的后脚跟翘起来 不是真躺着 懂吗 什么叫躺着也中枪 就是我什么话都没说 干嘛惹到我 你什么话都是没说 没错了 不过你在旁边冷笑 当然人家会顺便台风尾 会笑到你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你在那冷笑 冷笑就是你躺在那射标靶的时候 后脚跟翘起来了 你没有真正隐藏你自己 你在那里看好戏 当然你也会中枪 懂吗 往道上会就是这样 所以士官长他就讲 他说我今天不对你狠 将来就是敌人对你狠 听懂了吗 今天考试我最狠那一招 还没拿出来用 抓后面三个 来万佛寺出差 出公差 扫厕所扫三天 你就会死命的好好写答案 诸位 所以 其实天台中的考试 在我的态度里头就是增长你们 的正知见 加强你们的认识能力 以及转化你的性格的一种操作 我不是在装作 我不是在做假的 当然我没有自动说我要考试 那 休息人一般都是这样 至少我是这样 我随随因缘的 没说要考试 那算了 那就我讲完了 你也完了 我完你也完 此完非彼完 我是功德完毕 你是什么呢 你是妄想完毕 你听到他可能打妄想 搞不好你现在还在打妄想 你得等到考试的时候 你才会重新再仔细听我这 这堂课的录音带都说不定 你懂意思吗 所以 我 既然听到你们 你们 你们的 这个 这个 教务处的人跟我讲说要考试 那我们就不要假的在考试 既然要做就不要用应付的 所以我会去思考 考试 到底是对诸位是什么作用 我希望导引你们什么 这样了解吗 这就是考试 唯一种方法 那么这种方法呢 必须要第一个就是要有福报 第二要有愿意 愿力 要愿意接受这种考试 第三呢 要有诚意 你要有诚意面对 不然你随便写 我说过我那个口袋方案还没拿出来用 所以你基本都会八十分以上 万一哪一天 我开始打八十分以下 七字头了 你就知道你改四 你就是可能最后那三个的其中一个 你就知道他在警告 即便没有动用那个抓后面 那也一样 比如说这个意思 因为我的总分永远都是 一百一十分 那八十分及格 我的标准是这样抓的 那一定是 八十分及格总分一百一 你继续就很清楚 为什么不是一百分 谁说一定要一百分 谁说考试一定是一百分满分 好好笑 所以你怎么弄 懂吗 将来我也可能不给分 我给等级 A A plus A plus plus A minus B B plus B minus 我也可以这样给 但是你基本上已经跟分数差不多了 那给到C就开始不及格的感觉了 或者给到B minus的时候 B负的大概就有不及格的可能 就大概在低于八十分以下 大概是这样 好了 像这样子呢 就是我们只是对于这种深论题 或什么 当我们只给一个大概的概念 分数的一个分布而已 那重点在就是用修行 好了 这种修行要映射在你自己 你说你要有一种认真 第三就是 一福报第二愿意 第三就是认真 你愿意 有人愿意 有人愿意他不认真 那什么叫认真 你做任何一件事情 你都会去想 要做什么 然后要怎么做 所以有人呢 就把这个巧克力拿来供养我 有的人呢 去买了一个什么 哇 欧藤太阳变 有人呢 哇 来修一下 传地主 选择 选择 黑皮牛逸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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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不是黑皮牛逸耳 黑皮牛逸耳也这样 你看看 你看看 要去转这个线头还真不容易 是不是 转得这么硬 还有 还有一点像 后面还要刷毛 长起来才样子 不错啊 万佛世人都是难中 不会有人做这种东西 过年都没什么过年的味道 我这个倒是可以拿来摆 把这个字改一改就好了 这样子可以一物二用 借花献佛 这就是用心嘛 对不对 你的用心 法界会感受到 不一定是我而已啊 是法界会感受到 哪一天我把你摆在那个 那个教室 那个万佛世那里去 或许你也永远不知道 你也没再来 但是他在法界当中产生了一种 解散源的功能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你有任何一个理由 我是不知道的 但是你一定基于一定程度的恭敬 然后你愿意 然后愿意完了之后呢 你用心 有看到没有 用心 那你随着你用心的强与弱 多于寡 生于浅 你在法界当中回应 回得到的 或许当然不是你的目的 但他终究会回到你身上 考试也是这样 我顶多就是最后有分数来反映 我直觉的认为你的 考的程度怎么样 但这不全然能反映你的 完全用心 因为有的人天生比较会说 有人天生以前就学过东西啊 他应付我这些考试或许很容易啊 他还可能揣摩出我 我可能对什么东西我比较能接受啊 人总是有差别相的嘛 那你可能特别写喜欢我看的东西啊 你来欺骗我都可能啊 但不是真正你的道理你懂的啦 对不对 在这样子能怎么样 分数不能真正反映你的用心的 所以这点大家也可以 一定程度的 不要那么care分数 但是你自己用心不用心 是你自己知道 你要骗谁 顶多就骗你自己 浩浩天下就骗你自己 你看你何苦来哉 什么叫做用心 从考试看修行 我们今天真正的题目是这个 从考试看修行 我问你喔 今天要是有一个人处挠你 我每次来都会看 经过什么引寝 然后经过你们大寥门口 那个大寥门口 我都会特别看他一下 何以故 因为当年我就是在门里内 被燦公赶出来的 和尚你就知道 以前燦公来住那一栋 还没有这一栋 还是怎样 然后那栋门是他当时 那里有进去的小佛堂 我记得是这样 还是一个小小客厅 现在写着 大辽重地 闲人免进 在这个地方写这样子 又距离我当年的那个 起顶的军事训练场那么近 我总感觉那个重地的意思 冰箱里头摆的都是什么呢 那个武林机枪弹头 什么样了 然后呢 那个地上摆的那个 那个什么 那个花椰菜呢 感觉像地雷啦 一粒一粒的这样 不然怎么会叫重地 然后旁边还写了一个 另外一个疗房门口那 写了一个 疗房男重子部 那分明告诉人家 这里就住女重 其实你只要写一个 游客子部或闲人子部 这样就可以了 不要特别指男重 难道女重就可以进来吗 随便女重就可以进来吗 游客一个女重就可以进来吗 你这样懂 当然这是女重到场 不用特别避讳说 我这里有住女重 当然是个避讳 但是你特别写个男重 指部 那女重就可以进来了 所以那羽翼上面就 就显得比较窄 那好了 我这样走上来 我说怎么样子是你的用心 怎么样是你的用心 考试第三个叫做用心 第一个叫福报 第二个叫做愿力 第三个叫做用心 我说考试能怎么用心 只有你自己知道 用什么心 都会处处表现 刚刚我说的就是那些字眼 对不对 我就在看到你们的心 你们在思维一个地方 你想要告诉人家那是什么 你就会用一个名词来表现 我没有说若好若恶 我不是说他意思 我说他叫表现那个 那就我看读到你们的心 是这样 同样道理 你写出来东西 你要真的是用心写 你不是写给我看 是跟你自己的对话 是跟你自己的对话 是一个老师 讲这个法门的老师 的师长 他返回来问你说 你听完了这些东西之后 我想要让你思考一下 这个问题的这样内容 你怎么回答 你怎么理解它 重点 你当你这样被问的时候 这不是在考你 他只是在提醒你 所有你听过的这一段内容的道理当中 这个就你的老师认知是重点 好 他现在用这种方式问你 你读懂了吗 你懂了什么 如果还不懂你应该怎么增上理解 这就是你的用心 所谓的考 只不过就这个意思 我们从小到大 中华民国文凭主义 那大家都在增高分数得文凭 抢学校读明星 好入大企业 过公家机关 拿铁饭碗 然后就一辈子牢牢路路过日子 但习惯这样之后 那分数变成是目的了 错了 我们出家人如果是这样搞的话 完蛋了 写完就是目的 不 这怎么能写出这个东西 这个过程是目的 准备是目的 这是你的用心 知道吗 所以千万不要再被考 这个概念给模糊了 考试对于这个华人世界的 尤其是台湾 我想中国也这样了 乃至于这个什么呢 乃至于这个其他地方 华人社会大概都是这样 结果考试的最终目的 就是那个分数 它不是过程 结果那个考试的 那个佛门里头的 如果还有这一类 类似西方的这种考试的话 那这个考试的意义呢 它已经不是分数 那么它是什么 它是理解这个题目的整体过程 以及理解完了之后 去解答这个题目 够深够广 够完整 够符合你的理解 这样子 这个理解的过程 你要在在的反思 我这个理解真的我能做到吗 或真的是我的理解吗 或者这样子的回答 或这样子的内容 到底考题要我记得什么 我的题目当中 一定要有非open book 你要极其写出来的 那一定是要你记得 所以才不open book 你要后来在翻书偷看 那偷写就叫作弊 作弊 作弊 就叫作弊 你是不能看书来抄的 即便其中有一些地方 是open book 你可以翻一翻本来写那一题 或者换过来写这一题 这一题是不能open book 你把顺便把它写完 这样就叫作弊 但你要面对你自己 我从来没有要求 你们这要有监考老师 替我好好监督 没有 这是你们的事 你要对自己负责 就像人生 你的人生面对的一切苦难 谁能替你作弊 你又能够对谁作弊 那张人生的考题 一个烦恼起来的 你非天空非海中 脱脂而不受 你要作弊 做到哪去 除了你自己解答他 消解他以外 谁给你一百分也没有用 你装得很美 你对你那个讨厌的人 每一次都微笑到不行 微笑得像早上八点的阳光一样 都在骗人 你心里还是纠结着 你晚上 你晚上虽然睡不好 你白天中午吃过 吃饭吃饭还是吃不饱 吃不下 你能作弊吗 你做不了 考官就是你自己 分数你自己会打 而且不用你讲多少分 你的心自然有个分数在哪里 你根本对他没放下 你装吧 你再装吧 你没诚意 你假装没事 太多修行人是这样 所以从考试当中 学会面对自己 那这个我是白蓝板 这个我懂吗 我真懂吗 我真的知道这个法门 这样子道理 我真的把它拿来变成 我修行的一部分了 不然我在考什么 我骗谁 你要这样问 因为书桌上的考试 将来就是人间生活 修道过程中的考试 你要记得 我在映射这样的事情 你得要用正确的态度 来面对书桌上面的 教室课堂里头书桌上的 制式化 看起来很无聊的文字考试 你那个态度正确了 虽然写的歪歪扭扭 写的不是很答意 但是你的态度 用心是对 人家讲 知识不正确 一样得分 你看有人投篮 知识很丑 但是仍然让他灌篮进分 知识不对 一样得分 就是过程虽然不是那么完美 但是你的用心OK 人生有时候是这样 只要你这个用心 你要真心的问自己 这些道理与我何用 与我何用 那么第四个考试的用心 是什么呢 大概我们就谈到这 第四个考试用心是什么 坚持深入 我们一般讲叫 打破砂锅 问到底坚持深入 在人生当中是什么 在考试当中又是什么 在考试当中就是这个答案 这样而已吗 考我的法师 他只要我懂这些吗 好了 他只问我什么是五十八教 我写完了就好了 但是他要我记得这个是什么呢 你得闲外之因 言外之意 再去问问你自己 我就背下来算什么 讲经 天台中的讲经 有四种事 因缘事 约教事 本基事 关心事 你要我背得起来 我正要背这个事 这个事好像看起来没什么关系 你得先背 你才知道他道理 你才会认识他道理 那为什么我要背 我要先问 我如果不背的话 我讲经我不知道要怎么样 用这四种事来相应天台的讲解 那我就不会运用天台讲法 所以我要背 我先背下来 然后再活用 先背再活用 你不连背都不背 你怎么用 记忆 就叫记忆 不要讲背 有记忆 你连记忆你都不记忆 你怎么用 好了 那怎么用才是重点 记忆是手段 用是重点 我有可能只考你记忆 所以你要先深入 诚意面对完了 要坚持深入 还多一个坚持深入 这个答案好难 这样写 怎么 要去听那个讲题 还要立讲题 这个讲题 这个题目好吗 立这个副题好吗 立这个副标好吗 再听 再思维 到底有什么关系 他到底讲者的内心里 有没有一贯的想法 就算没有一贯的想法 我有没有办法把它 串成一贯的想法 你要知道 讲经说法 有时候把前面讲一讲 又把后面的讲一讲 后面讲又把前面的 拿来讲 那你正在立题的时候 你可能会乱掉 但是你至少会知道 讲的人有个一贯的想法 那他为什么会这样 他可能是当下看的 听众观众的眼神反应 他觉得刚刚那部分 先带开 现在知道 现在可以了 因缘来了 再讲一遍 再提醒一遍 这一提醒的过程当中 又有新的道理 又再发挥下去 所以他不会像写一篇文章 很标准 他不会 那你要把它 真正的把它分清楚 这不容易 要坚持 深入 不是诚意而已 真正做的过程当中 还要再做到 更加倍用功的 坚持深入 也就是不容许 其实当我讲不容许 也太硬了一点 就是尽量不要留有 遗憾跟模糊空间 所以你要懂得 会反问自己 我记这些干啥 怎么 法师说 有一半 或者少于一半 是记忆性的题目 为什么这些记忆这么重要 为什么他要这样考我 考这几个记忆题目 你们说 他考吗 考你管他那么多 你就背就对了 是 是可以背 我们废话 我叫你记忆 他不就背 不然就什么 但问题是 他已经隐藏了背后的用意 难道 当然我也可以这样问 我也可以这样 例题目 请默写出天台中的五十八教的名称 并且说明 为什么要叫你默写 你当然也可以这样出题目 但是不可能每一次都这样出 因为这样出考的内容太多了 你真的写不上来了 每一样都是发挥题 每一题都是发挥题 这也不符合这个题目的平均分配 对不对 所以我不可能每一题都这样搞 但每一题都有他用出这一题的内在用意 的善心 跟诱发你的作为的地方 那你懂吗 不然你还接受我考试 你是被动的啊 我又没有能让你得什么 我不今天让你发一个什么 国家证明文凭给你 让你出去能够吃头鹿 假头鹿 我没有 我也没这个能耐给你这个 那你干嘛坐在这里考试 你要内在有所得 有所增长 不要讲有所得 有所增长 所以你要去理解 要坚持深入 那个考者 这位法师 他讲法给你听 怎么会在这段时间 他特别要出这个题目 哎呀 光是记忆 它是什么目的 这样子的问题 古德讲 在无疑处有疑 在不可疑处深疑 不需要疑啊 他也没问你啊 但你要在这里深疑 诸位 你的人生不就这样吗 你在人生当中 有烦恼来你才会思考 平常你呢 没事 没事啊 就在那里笑 就在那里放异 就在那里安稳找茶 就在那里呢 找找事情来干 真正干事了 啊 生烦恼了 有压力了 不是 是面对每一个烦恼的来去 你都坚持找他 为什么 考试就是一种烦恼 就是一个挑战 你不懂的 他要你 他问你看你懂还是不懂 你不懂 他就要你写得出来 你又不能装懂 刚刚我讲的 要有诚意 但是现在 要有诚意 我明明是有诚意 没能力 我是想答呀 但满老子坐在那满老空空 两手松松 坐了就睡觉 看了这一窍不通 然后你就这样 问办法 对 这就是考试算 是要坚持深入 你不懂 有诚意 没能力 没能力 也要真努力 这叫坚持 深入 不能只是坚持而已 还要深入 不然你真的浪费信思 浪费你的福报 我一定跟你保证 除非你 很快就还俗去 如果你能够这样因此出家一辈子 你一定会记得我的话 什么话 未来等到你七老八十 像你和尚你这个年纪的时候 你一定会非常的怀念 坐在这里 听课的岁月 你懂吗 这一定是你出家生涯当中 最辉煌 最快乐 最自在 成长最快 的日子 那你浪费掉 这种快乐是神仙的日子 你现在不感觉 未来更苦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 啊 那个时候我快乐是神仙 都不会感激 都不会多用一点点 现在 时光已去不回头 就开始唱了 那时候你唱这条 太慢了 太慢了 懂吗 所以你这个时候 你还不利用这样的福报 怨心 诚意 做基础之下 你还不想深入 那你真混 所以天台中会让你 一直钻下去的啊 就这样考试 就要应付完了 所以 每一次考试来 就是你可以 好好深入的机会了 因为那么多 你不晓得往哪钻嘛 现在人家挖了几个洞 说从这几个洞钻 进去就有东西 人家是这样告诉你的 对不对 不然到处都无洞 那就变成处处是洞 你不知道往哪个地方深入钻 现在给你几个洞 那几个洞就钻进去 一定有保 给你几个门了嘛 所以考题就是门径 懂吗 门径就要坚持深入 必能有所获 这个获还超越了我讲的内容 了解意思吗 所以 考试 你要能具备的这第四个心 哇 你的获得就大了 这就是真的是量变 变 质变 的更深层意义 不只是重复读而已 是因为你有那一份 想要更深入的量 同时也想要得更多的值 都出现了 量变 质变都在增长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看到 每一次的考试都是你生命中一次大跳跃 你要这样 你就会这样认知 养成这种习惯 最后你会有第五个 你习惯 吃习惯不等你 人生不就是这样吗 跟他拼了 乐于跟他拼了 其实也没有拼这个字啊 没有这个动词啊 也不需要 来就来啊 养成这样 我在书桌上面 给你挑战 对你挑战 你就将来 你把它当作人生的挑战 习惯了 习惯了 将来 师长怎么这样 要求我 师长怎么会这样 我哪去拜这种书乎 你不需要你哪一种师长 你的师长可能是男众 可能是女众 可能很清楚 可能很颠倒 可能你在想要继续住呢 还是要离开 跟你师父切割 因不了解而结合 因不了解 因了解而分手 你跟你的师父的关系 常常是这样 好 那这些呢 这就是你生命中的挑战 你就敢面对了 你就不会像什么 鸵鸟一样啊 不要去它 露出一个大大的身体 只有一个小小的头在地底下 然后说我没事 你就不会这样了 形成习惯 挑战又来了 那你就每一天都有挑战 其实面对挑战 对每一个人来讲 都有一定程度的压迫的 那人生就要在压迫当中成长自己 在冲 不要讲冲了 在面临 在经历过压迫 并且用心的把它经历过了 走过了 你就有成长 有一定程度的自信 说那是烦恼 那是挑战 不过用这个方法 这个佛法的方法 还真是有用 感谢三宝加倍 你就是会真心感谢三宝加倍 不是你嘴巴讲讲的感谢三宝 因为你真的在面对挑战 运用了佛法 而经历过 走过了挑战的岁月 这就是你学天台当中 你的心态 你在面对天台的考试 你要学会这样 所以要把 真的要把考试 当做是什么 当做是一种超兵训练 当做是一种挑战 如果是这样 其实我那个口袋方案拿出来用 那就才会更真实 抓后面三个 抓那个后面三个 把他给留级 把他给砍下来 那个被砍的那三个 血淋淋的 身心受创 然后呢 自卑受 那个什么 人格受损 自尊徒弟 道心难掌 最后痛哭流涕 如果是这样子的 这真的是 一哭二闹三上吊 好好笑 那就不是面对挑战了 那如果呢 我一定要冲过去 对不起啊 你搞你的 我没时间了 我没时间了 这个时候你好狠 为了你自己的安乐 忘记众生 你就可以考你自己这个了 你看 越逼迫 你可以越学得到东西 那你说 那这法师 你为什么这么狠嘛 有什么道理要这样 没什么道理 你看无名来的时候 有没有道理 有没有道理 你去问谁 你去问谁 有没有道理 你生烦恼来的时候 你要能问谁 你能跟谁指问 谁有没有道理 问了 你问了 所以我就是要给你烦恼 怎样 来咬我啊 这就是人生的样貌 虽然我现在还不想动用了 但是呢 就算动用了 哪怕是有其他法师就这样动用 我会去蛊惑其他的法师 用这招来考你们 抓后面三个 我想起来了 现在产生一个电灯泡在我旁边 与其我被你们怨 我不知道会不会请其他法师被你们怨 让你们习惯抓后面三个的痛苦 诸位 每次面对考试 你要坚持深入的同时 你也要习于面对挑战 而且面对挑战 没道理可说 诸位 真的人生就这样 没道理 很多人都这样 师父 因为他已经被撤出来 那个什么 肝癌地零起 他就已经这样子了 抓狂了 师父 我说怎样 为什么是我 不然你想应该是谁 很多人都这样子的 我好人呢 好人就不用吃饭 不用放晒 要吃饭 放晒就在中边 病从口入你没听说过没有 可是为什么是我 你想学佛人就金钟造铁布山 都不会死 都不用生病 那这样干嘛我们这和尚度动身度的那么累 大家都不来学 学佛给你一个什么保证的吗 给你一个不生病 不死亡 不失去亲爱之人 学佛让你的老公永远不会劈腿 让你的老婆永远真结 让你的身体永远健康 让你的儿子一定是孝顺满堂 你跟我骗 哪有这样 发生了 发生就是你业感所遭 业力显前 怎么讲 怎么办 饿死 不化人 冷风来了 战力 挺着西风 不倒地 这种气魄 敢做都要敢承担 敢做就得敢承担 我错了 终于考验来了 我错了 他没道理 但是唯一的道理就是 我错了 不然怎么会是我 一定是我错了 我没什么好说 所以 为什么那个楼下 为什么那个睡你楼下床的那个人 每一次睡觉都要讲梦话 他自己没醒 吵醒我 为什么我跟这个人同一个疗房 我跟谁都不好同房疗房 就跟他 缘亲在主 没办法 以前你就离不开他了 这辈子就会遭赶来 继续做缘亲在主 没理由 面对他 接受他 调整他 放下他 你要面对 考试就是要你学会这个 考试来了 为什么考这一题 我没法同 没法同 我没法同 他没道理 法师为什么你要抓后面的三个 有什么好处 一点好处都没有 还被你们怨 那这样的话 你干什么要这样做 我爽啊 我喜欢啊 怎样 我有虐待狂啊 怎样 我们不曾经也是这样对待别人的 我们不曾经也看别人在那里 做落汤鸡 在落落水狗的时候 还拿石头打他 笑他 我们不也曾经这样 你有什么理由 无非就乐见他人受苦 这就是这种性格 那我知道了 法师你也乐见我们受苦 你要这样想的话 我也没办法 我要让你尝一尝 我要让你受一受 紧张 恐惧 深怨 怨恼 逼迫的时候 再想一下 这个考试有什么意义 为什么要这样 那目的就不一样了 你就要知道说 人生遇到的考验的时候 就是这样了 你从来就觉得 你不应该面对的 但是他面对了 谁又能跟你解释道理的 考试 师长用这种方法考 不过就是模拟那个境界 模拟那个人生的境界 一种无厘头的境界 给你 你看有的师父教导徒弟 那个长了一百九十公分的让他去插床底下 那长了一百六的那个让他插天花板 那叔 气笑 不会 不会 适才适用 他 你气笑 那世间人是为了利益 当然为了利益也为了效率 当然是要怎么样 适才适用 那修行刚好要扭你的财分 自解 财分自解 自己觉得很不错 要扭你那个 你熟悉的让你不做 不熟悉的让你静坐 伸手护转 所以他会是没道理的 人生无常一来也不会有道理 他在模拟这个东西给你 你要知道考试有这个意义 虽然今天还没有动用 但哪一天 哪个老师 哪位师长 他动用了这种道理 那他是对你们慈悲 给你无礼的要求 那警测 你就观想 那就是无常大鬼要抓我 你想想看 你 大家同学都升级了 你被刷下来 重考 还没听了 能听吗 好丢脸 连自己常驻的事物 都打电话来关切 因为人家都 人家都怎么样 人家都放寒假 放暑假 回藏住去了 只有你还被留校查看 继续补考 把你搞得七婚八素 然后那个脱离魔掌的 第四名以后的那些人 倒数第四名以后的那些人 他们并没有真正的放心 你要知道 下次还是考试 还是会面对这样的 好恐怖喔 然后他心里就会警测 就像人生一样 还没成佛之前 无常都会抓得到你 每一次都会来 你考过了吗 你保证分数了吗 往生西方有保证班吗 就算有你插班插进去了吗 没有 那你还要晃什么 你还要放逸什么 像这样子的思维 就是在考试当中要模拟出来 我这次考试 我要不慎重 就像我对我的人生不慎重一样 我这次考试 要是不深入 就像我对我自己的烦恼 不够深入一样 所以我怎么能够敷衍了事 我得用尽我的一切能力 来让自己深入 坚持深入去理解 然后让我自己用欢喜 不怨恼的心 面对师长的任何考试 包括他的制度 他的考法 像今天我们开宗明义讲的新考法 就不要再把那个怨气射过来了 要欢喜接受 把面对考验 当做是人生的一部分 当做是你自己成长 必然经过的 试炼过程 你看那个鲑鱼 人家说我那个鲑鱼一定要在 淡水这一边的半山腰 这边哪是山上抓 那鲑鱼才会未先知美 当然我们这人杀生了 但事实人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那样子鲑鱼逆流而上 他那个激励 他那个能耐 他那个生命力强 你要觉得那样的鲑鱼才好吃 很残忍 但是意义上可以比你为说 经由经历过逆流而上 你的生命价值才高 没有谁考他 他的生命就是要面对这些 所以归于回流 这是必然的 他生命的宿命就是这样 你也是 什么 无常考我们 烦恼考我们 这就是我们生命的宿命 我们势必要面对 这是我们 身为一个道人 有烦恼来是很自然的事 就像考试一样 他时候到就要来 别烦他 但是要面对他 正视他 看清他 接受他 然后才放下他 你要没接受 你永远放不下 你懂吗 没接受你永远放不下 什么是不爱 不贪爱 爱过的人才叫不贪爱 不然你不知道什么叫贪爱 不贪爱 你没爱过 你假装你不贪爱 没有 你说我不耗要钱 没钱的人怎么能就长到不耗要钱 有钱还裸捐 还供养十方 供养到不胜 这叫不爱钱 对吧 所以怎么能敢说 你不怕烦恼 就是就在烦恼当中 你不怕烦恼 你要接受烦恼 放下烦恼 看清 然后接受 然后放下 先面对 面对完了有机会 看清 看清完了之后 你要接受 一切的事实 接受完了 放下 面对它 看清它 接受它 放下它 这是一贯 考试也是这样 先面对它 我不要考 我装病 赶快打电话 跟你师傅 师傅你赶快打电话来 说我们道场有事 借着道场法会的事顿走 你用心知己 躲避考试 要面对它 然后认识它 把考试的意义 像今天这样 重新听一遍 认识它的意义 所以你得要面对它 你认识了它之后 你才能够接受这个事实出现 接受它 接受完了之后 你就开始去努力了 努力去解决它 最后解决的结果怎么样 尽力而为 要再加加一个解决它 然后最后 接受它 还可以再加一个解决 接受之前加个解决 接受完 解决了 一切努力的都努力过了 能怎么样就怎么样了 算了 随缘了 就接受了 我已经努力了 那也没办法了 我们可以检讨 努力够不够 努力方向对不对 努力的手法 OK 因缘具不具足 我们可以检讨 但最终 也得接受这个事实 当然你也可以 再继续弥补 比如说去补考 比如说 比如说 事情已经这样难办了 那我们在想方设法 问看看 还有没有补救之道 这当然可以第二阶段的再面对它 再 认清它 再去试着 去解决它 那最后再次的放下它 它可以这样一再的做 但是这里头已经不是用烦恼或非得怎么样 你懂吗 非得翻案 非得怎么样 没有了 就是我努力看看 还有机会就努力看看 就是这种方法 考试就是在这样 所以让你 所以让你形成了一个 临时的 前几天我到台中去看佛像 在路上人家打电话 海工的地址 打电话来 说法师 我请你海工的这个事情怎么样 连那个标题都是我立的 他在请我立的 他不知道什么 我怎么 他说他不知道什么立 我在想着 公卫上到下海长老 那么那个这个 助言祈福法会 对不对 那我有瓜胡说 要消灾也可以加 其实不要加才好 大法会小法会 有人会加加个大 所以你要不要加 最后都是不加 不要讲消灾 助言祈福就对了 祈福就是消灾 不要重复讲 重复讲好像出家生什么病一样的 也不必这样讲 不必公告成这样 也不必嘛 我们助言 这样子 求大老人住世 就这样 那么那么助言祈福 祈福 有福报才能避应大众 这样 好了 结果呢 日子选在哪里 20号 20号你知道 我台湾赶三场 哇 他简直快抓狂 第一场 我那个法师兄 果青法师 他的故乡 他也得去 我也得去 他故乡有个大社 大社 有那个 什么 观音禅士 幻树池 他去尖交吗 怎么样 我要去说好话 讲好话 赞叹 让道场能够生 说好话 你到这个年纪来了 人家希望你去说几句好话 以前我都不想干这种事 现在呢 看看老人家一个一个年纪大了 不出门了 生病怎么样 我突然间觉得 以前好幸福哦 这种事都不用我去干 现在都要去干 然后一大早就去 跑到那去 那我来了呢 中午就是助言法会 我也就跟他去那里 说好话 他在讲好话 要赶去赶到台中 你看从台南赶高雄 高雄赶台中 台中攻荒为攻了 又赶到新竹 干嘛 放萌山 搞到十点多 虚类类 然后再挂在高铁上面挂回来 挂回来的时候已经十二点多一点 早上四五点出花 披星待月 真的是什么 不见天日 早上出门没见到太阳嘛 晚上回来也没见到太阳 不就是忙到不见天日 有时候也想想 我是什么日子你这样给 但是你现在已经在这个年纪 你在教界里头 你是这样子的资历 人家就需要你帮他做这个事 你能推什么 这就是因缘 你想清楚了 就是面对 然后你们和尚你带了一群人来 给我们开光 这一开 开了三四个光 哇 每个光都还写四句记 那我们自己呢 子冠堂那个智者大师 要登进看 我昨天晚上写一整夜 写完了之后四点半 打板 我上电 我今天睡三个小时 刚刚躺在那边 七弄八弄 那你轻轻空啊 你轻轻空啊 躺下去睡的时候 一个小时 所以我48小时之内 我睡了四个小时 你看我现在有没有打瞌睡 没有 我想清楚 就是得面对 有时候白天要忙这个忙那个 我昨天上课 上课前要准备功课 昨天上天台中 上课前要准备功课 我连上三天 上午有准备功课 下午上课 上完课开始想 在书桌前面想 要怎么叫智者大师 那就是讲好话 要深做 要把智者大师请上去 智者大师非常小可 教学天台的道场 你能够静静的就把智者大师送上去吗 当然要整个法会的仪式 是不是 你说释迦老佛爷 观音菩萨什么 这个是一般的 大家 菩萨 大家都 来了就 请给你 开工 这样就好 但是我们今天请智者大师进 进的是指观堂 做的事情不是去礼拜 是请他老人家 带我们修行 我怎么说 老人家请你来 带我们修行 你也这样子 你还可以这样讲不能你还得要四句计 四句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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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一堆 挡勒勒 这样 要有一个起承转合 要用偏体文对账的写 哇 你已经在 有人已经在替我 替我叹气了 写了一整晚上 从十一点钟写到四点多 不能停了停了 下次要再起火了 要燃烧 想起来要好久 晚上夜然人静 身心很沉静 容易写 要面对 不是只有你们在面对 我也在面对 今天 饭菜送来了 我一看 七八 我在看那桌子 我在想 我也要面对 每一样菜都是你们的用心 但是我的胃就这么大而已 我怎么样面对 我就开始在想 怎么吃 怎么吃 连这个都要面对 为什么 互念众生 不要让人家觉得 我主的法师不想吃 不能这样给人感觉 所以人生什么时候 没面对过的 所以考试 不过就是一个 强烈的应援给你 要学会面对 我在讲修行 你懂吗 知不知道意思 所以面对它 想成这个习惯 一切是考验 一切都是考验 当面若错过 须同仇再练 要有这种观念 这就是考试 的什么呢 这天台中的心态跟方法 从考试 来看天台中学习的心态方法 好 那么我们就讲到这里 同学有一个问题 这是你有在用心听 所以你问了这个问题 首先你提到说 佛法 法华经讲 开示误入 众生之之见 那么提到的这个 原教的阶位当中 说到的十地 其实原教也一样 有五个阶位 有六个阶位 就六级 那么讲四个阶位 你意思大概指的 就是那个 十信 十住 十住 十行 十地 十回向 十回向 十地 是这样叫做四阶位 就圣 弦位 别教的弦位 跟原教的 别教的圣位 就是三个弦位 跟一个圣位 就是十住 十行 十回向 十地 那么这个 四个阶位当中 说到十地的时候 有提到了说 《华言经》里头 它是用这个 四十二字母 四十二字母 那么来 让你 从阿道图 那么让你入 撒伯洛海 撒伯洛是一切种字 那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会唱这个字 四十二个字母 为什么会唱四十二字母 是因为这样 其实当时 我这样讲 是这样 比如说 每个字母 每个字的发音 引出了一个道理 是这个意思 比如说阿是无的意思 是无 无不是空无一物 那个无 是指的 什么都空空如也 虚空是无 不是这个 这个无 无是指 无有自性 所以称念阿 单字意念无有自性 是因为每个道理 都有一个发音 你听懂吗 那么四十二个字母 个别引出了大乘佛法 原教的佛法中的 四十二个很圣生的法义 那么你称念这个法义的 每一个法义的第一音 就意念的这个法义 这样懂我意思吗 是这个意思 比如说 我刚讲说 比如我们在讲 八正道 见诗与业命情念定 就叫八正道 见诗与业 正命正情 正念正定 很好背 我只背八个字而已 见识与约命经念定 是不是这样背法 有没有看到 这个八个字不就是字母吗 就发音的开头 有可能拿发音的尾巴 这样听懂吗 是这个意思 所以四十二字母的本意是这样子的 每个字引出 每个音引出一个意出来 那个意不一定是什么意 但是它就是刚好在法 华言经里有四十二个意 意义 大称的意义 这个意义好让你思维 那你为什么能思维呢 为什么能思维呢 因为靠音来记忆 靠音来导引思维 这是很容易理解的 你看看 男生女生在男欢女爱的时候 他用声音来唱歌 唱情歌给对方 对方用情歌来应和 这原著名也都有 什么客家情歌 什么三地情歌 不也这样吗 用歌声表达想法 很深刻意义是一样的 用称念语句 称念的音韵的过程当中 延长你对法义的思维 这样念有什么感觉 没感觉啊 那你慢慢唱 那时候你就想到 哦 那个炉子 然后点上那个香 香之后呢 烟渺渺的去了 整个法界都熏到 我这心香的 你才有机会慢慢想啊 是不是这样的 大家来 我念一遍 炉香炸热 炉香炸热 法界弘心 炉弘心 你这样念完了就过了 你什么感觉都没有嘛 是不是这样称念 慢慢的用音韵来增强 你内在的思维 跟观想 是不是这样子啊 不会跑掉 然后再来 你也念我也念 你想跑掉都不容易啊 是不是 就好像大家在船上面划船 你要累 累可以轻一点划 你不会不划的 就会支撑着你一起思维 所以这是大圣修行的善巧在这里 他讲这个道理 懂吗 还有好多 讲到这咒语 咒语基本也是这样 也是这样 这里头当然特别的是 当然那个阿字门 这个四十二字门不纯然是咒语 但也算是咒语的一种 怎么讲 咒语叫真言 真言又叫种词 又叫真言又叫种词 种词就种一切义 种一切法 辞一切义的意思 叫种词 也就是 怎么有可能 种一切法 辞一切义 当然可能 你看看 女生生日了 男生送了 九十九朵玫瑰 什么意思 来回答一下 告诉我 玫瑰的花语 叫做爱 牡丹的花语是什么 富贵 对不对 茉莉花的花语是什么 那康乃馨的花语是什么 母爱 慈祥 这是西方 不知道什么原因之下产生的 那东方也跟着学 不过 牡丹富贵 叫东方人的概念 是这样 因为看起来就 很华丽嘛 长得 没心 但是表面看得很好看 有没有 不像莲花 莲花有心有脂 叫做有莲 有蓬 蓬起莲在中 就是因中待果 果中有银 这莲花 最特别 那像这个 那牡丹 华丽 都这么大 里面那些什么都没有 那就是富贵像而已 芭蕉康辛 那艺术同样 富贵很像 所以说中国人喜欢牡丹 但是没内涵 OK 那我们不谈了 那么像这样这种花语 那好了 女生生日 男生送了99朵 玫瑰 当然他要是送错了 送成了 比如说牡丹 送成了什么 什么康乃馨 你给人做 骂工作人呐 送错花语就不行 但送了玫瑰 可是对得很 99朵 那女生的 乐不可知 就是你们刚刚讲的 玫瑰不要爱 99代表 爱我99 我高兴 高兴了 三秒钟 为什么这样 种一切义 吃一切法 他没说什么 那个臭男生 没说什么 但耍了小心机 就让那个女生 高兴了个半天 他持那个义 那么为什么 咒语能够 种一切法 吃一切义 一样道理 他一个音 有种种法 种种义 就一朵玫瑰 摆在那儿 千言万语 只短情长 为什么能这样 因为不说的才是多的 说尽了反而不多 因为就说在那儿而已 所以真言 就是 古佛菩萨 以大慈悲心 针对某一个目的 悲心 泳动的时候 法界对应 他的真奔心 因为我们的心 就是一念三千 所以心即法界 法界习心 心在 这一切的 对一切众生 种一切众生 为悲念的时候 法界即是悲 这个时候法界会 回应一个声音 就像回应一个像一样 因为有理必有像 有理必有事 有那个理体 有那个心想 一定有那个相应的像 就好像人的长相 这个人苦苦的 这个人庄严庄严的 这个人有福报 看得出来 一定表现在像上 当他这一念心起的时候 比如大悲 心中献起 就是大悲咒的声音出来 这不是装 不是硬去把它套出的 也是这几个 八十四位大悲神王 护法王 为硬当年观世音菩萨如来 观世音如来 当年的这种大悲心 他才 他来对应 所以恰恰好是 八十四尊的 鬼王名 因为为什么 因为表示 借由鬼王的神通力 他又不是佛菩萨 他能够应人间 出世 世出世间的一切 护法非护法的人的疾苦 他都能面对 这样子来应这个声音 应这个悲心 以他的名 现成什么呢 现成种词的音 听懂吗 现成种词的音 这个时候是他的 他毫无照作之下 以大悲心所感得的这种声音 所以叫做毫无照作 名为真 可发而为音 名为言 所以叫做正言 这样了吗 那么今天你在以悲心 或者与大悲咒当年的悲心相应的 祈求大悲观世音菩萨 他当年从观世音如来那里 得这个咒语 那么现在你用你的祈求 自成恳切不怀疑的方式 念 开始念的时候就对应了 当年的这一念心 总之 总一切法持一切意 你那个意是什么意 他有利于你 悲心 附于覆盖于你 加倍于你的愿 你现在有需要他悲心 加持于你的需求的基 但基感就相应了 懂吗 他有感你有基 是不是 你有这个基缘 你有这个缘需求 他本来就在感应这个东西 对应一切众生这样 那你又称念 真实的信心称念 对应 得利益 听懂吗 这就是所谓的咒音这样来 他是不需要什么 不需要去理解的 因为他就叫真言 念动他 念动他就在回应着什么 回应当年 菩萨 佛在形成大悲心的本 本因缘 这样懂吗 你就跟他基感相应 是这样 所以这个是有关 跟42字母是有关 有关的 好 再来 有人认为普门品质是小儿科 很简单 但是法师说到说 法华经继续是宝 法生骗一切 签出其就签去硬 请法师慈悲 再开始有关普门品 通过普门品 了解法华生 这种道理 找不到因党 这有了 事实上在讲天台中的时候 讲到 这部分因为太晚了 就不要再讲了 是啊 这个搞不好也可以是考题 为什么我不讲 因为这道理很深 那本来也是贯串着 整个天台中的 很核心的观念 你就要拿它当一个疑问 哪一天我一定拿这个考你 那你要去找到答案 自己找到答案的 才是你的 所以说这个可以不用讲 因为我前面讲那个道理 其实都有关系了 好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天一色也暗 你们做的也累了 已经两个半小时了 两个半小时就是150分钟过去了 那么大家也辛苦 不过这是第十讲 你们同学 有人帮忙在打字 打成文字 我都没有叫过 我的想法是这样 就你们打过的 今后反正一到五讲 就变成是教材了 那么就正式的 你们打过的人 可以先把它拿出来 给大家看 干嘛呢 先叫对 有空还是要叫对 二叫 一叫 打的人不算叫 然后真正叫的人 叫一叫二叫 字句对为重要 那么这个也在帮助你 帮助你在面对这个考试 也就是说你分成五组的时候 刚好哪一组 你就需要去做一些叫对的工作 因为他那个字出来不一定对 有时候你听不懂 有时候我讲话快 他会落掉或怎么样 你就刚好叫一叫 叫一叫可以改在电脑上 至少要做过两叫 两叫之后 叫到我这边来 我是希望未来能够真正上字幕 上字幕 张导现在在忙 那又忙完了 能够上字幕 那形成又是一套教学的教材 给你们未来的初级部 升为中级部 高级部的时候 还可以应该再读 再了解 因为这里头有人既然说到说 英 这个 很简单的 这个什么 找不到开示英党 这个事情 找不到开示英党 应该都在里头 当然不容易找 那你还是可以想办法 再去听 去听 听的时候做笔记 做标示 你就慢慢可以找到他了 好 那么原则上是这样子 我们今天讲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说 向下文长 负来人无回向 众生无边 事远度 烦恼无尽 事远段 烦恼无量 事远学 佛大无上 事远程 自归一佛 当愿众生 提解大道 发物上心 自归一法 当愿众生 深入经藏 自为如海 自归一生 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度 上报四重恩 下祭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西发菩提心 尽此以报身 同生极乐果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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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这样 等一下东西就帮我们 搬到那个 沾倒在车上 很感谢大家 我也可以拿回去 跟小沙咪分一分 很好 还有 我很好奇 你们这个椅子 每次上课都要往前推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 那要法师来的话 有的法师也是自己未来 那谁帮他推 他是一抓是吧 哎哟 扣 你了解吗 了解了解 那我还算幸运了 有人帮我推 我们后来做了 我后来我们专门做了一个 是用一个 用一个小 就是有一个托板 这样托 他就从前面这样托起来 因为好多种做法 加轮子的 加滑轨道的 或者椅子不动 桌子动 桌子不动 椅子动 然后轮子呢 有换了各种样子的 轮子的 有放四轮的 有放六轮的 有放八轮的 这样的 那我都看了很多 参公纳尔也是啊 后来海公 那个圆通 不是圆通 那个 正觉经社 也是啊 我看看都不顶理想 后来我发现 我们师父在送戒什么 用我那样做法 就很OK 椅子不动 桌子也不动 因为这是讲经的 法 的地方 最好不要随便动 桌子动 当然不好 那椅子动呢 其实危险 你看 有叮咚 晃来晃去 是不是这样子 虽然讲经说话不一定这样 但偶尔还有可能 他动一下 对不对 动一下就这样 喊一下 也有这种问题 那所以说 后来就发展成 都不动 都不动的情况 他就有那个 城板式那种 有轨道的 收起来 就很OK 那么这个呢 你看 你看看 实在是没什么样子 这个可以换一换了 脖子这样 哩哩哩哩哩 这个摄影出去 都全世界在看的 可能这样子 人家会觉得说 他就是比较高兴 我们比较高兴 没什么样子 是这样 所以说 真久没用到这种 你知道吗 其实现在有一种 很好的额头 你看那个 美国总统 他讲开示 不是讲开示 他开会 三根上来 有没有 都是很细的 额头式的 那都是台湾做的 那美国不会再做 这种东西了 这种非 这是很科技 但是不是那么尖端的话 大部分台湾都能做 而且甚至做到 能够无线的 无线有时候危险 但它还是有线 但是它线统一在这里 装好 装好之后就 三条线就在这里 或两条线就在这里 一路出去 一路出去 这里很精简的 就这么两根 很好看 很好看 我都已经不用这个了 我都已经用这个了 肉色的 而且早期要用黏的 对不对 现在发展到不用黏了 实在厉害 不用黏 就这样一根 随时就挂上去 不用黏 不会掉 洞也不会 我有动作 它都不会掉 这样子 真的好用 无线的 无线麦这样 那我曾经为了买 无线麦 我还去找到那个阿妹 阿妹知道吗 唱歌的那个天后 阿妹 他不是有定制一支吗 我也打算定制 你知道吗 然后我就跟台北的定 台北说 众生像就这样 他就这样想 我说不要这样 你跟他说 我们好的话 我们就用 我们马上就定制 你讲经说法 怎么可以这样随便呢 法易之所在 不能够轻易随便的 你看那个摄影机 将近十年前买的摄影机 你知道多可怕吗 你知道多可怕吗 光一颗镜头 机身不要谈 光镜头 让你猜多少钱 猜一下 没关系 这不会扣分的猜一下 多少钱 五十万 五天流 再来 多少 八十万 不错 五天流 多少 一百万 你真有天流 再加一点 怎么贵 一百二吗 再加一点 再加一点 没有二字头 一百六 然后机身呢 来猜一下 猜一下 光镜头就一百六了 机身来猜一下 没有三字头 两百多 所以那样子一整台机器 我是牵着像一台Benz 八五栋栋的在手上一样 这样拉到台北 美国 中国去入圆 全台湾一台 我的想法 我就说 要思维道理 那个时候第一 我也没来万佛寺 第二 在青龙寺的全花光了 就是一点小积蓄 出家人流积蓄 是很丢脸的事 为了佛法 拼了 买了 用到现在 当然它跟现在的技术 又不能比 不过它有一个很强的功能 它是analog的 就是非数位 它是能够保留很高阶的类比讯号 是这样 是美国 日本 NHK 或者当年的那个什么 大地地理杂志 他们在录那种天然的 最美的 最饱和度很高的 这种文化资产 所用的带子 一分钟 一分钟 好像是 一分钟好像是一块钱 一分钟一块钱 一块钱 不是 错了 一分钟一百块多少 反正一片带子 只能录 还不到两小时 这样 两三千块 数不一 你要数不一 这些我不会叫你们去买 但是两根是玩的 还要扑着 你知道吗 那种喇叭 早年 在青龙市这种喇叭很多 大概让我讲课 一学习就破掉三颗四颗 以前在南普陀 当教务主任 更离谱 有时候这样 大声的这样 讲一下 同学就说 破了 隔天就去换喇叭 这样子 一路这样换换换换换 我们终于知道 哪一些喇叭 又好又不会破 所以喇叭也算了 这个东西 这个不会贵 在台湾现在做得非常好 所以当年我就 请了他们来做 结果那个是 Saint Hazard 就这一台 Saint Hazard Saint Hazard的 阿妹在用的那支 专门对他的音域制造的 这个不难 我们讲经说法 不是唱歌 有讲经说法 音域 就他的音频的位置 大概在中频率的 他针对那个字 结果拿来试的时候 真的是拿顶级的来试 就当年不知道什么原因 跟一支Biart 台湾的核心技术在台湾 它Biart跟 德国的Biart 一样是Biart 一样是德国的 一个是Saint Hazard 一个是Biart 美国的 一个是Biart 结果呢 结果是Biart可以 怎么讲都是他Biart OK 所以我用到现在 那是无限的 阿妹用的也是无限的 是这样 我有个学生 他认识阿妹的哥哥 不是认识阿妹 没办法认识这种隐形 当然就认识他 所以他就跟他讲 我妹妹怎么都用什么 他们就跟他讲 院长你要用这个 这样声音比较OK 我那时候苦于 没有一个比较OK的 是那个声音的表现 因为人家听了会很累 会怎么样 OK 然后就这样做 所以就买了现在 应该几年了你知道吗 六年七年 OK的很 不会有什么报音 从来不会有报音 两支喔 两支都是无限Mine 这样子 那一个可以这样挂 那个挂是后来我们再加的 那是另外一家公司做的 这东西 一挂上去 所以前面干干净净的 没有东西 你们看录影带就知道 全完全是干净的 就一个东西就挂在这里 那声音不会忽大忽小 不会 这个会嘛 会忽大忽小 还会晃动嘛 对不对 是不是因为他声音不一样 对不对 他就不会 永远在你嘴边 这样子 法义所在 这个至少 可以试试看 你们考虑考虑 是这样子的 那我认识那个是居士 他帮我弄的 后来什么正觉金色南普陀 什么元通事 通通找到 因为他们一听到说 是法上法师调教出来的 这样 赞 所以后来我用什么通通曝光 都被人家知道 但我是觉得是这样子 东西 这种法的需求的东西 你一步到位把它用对了 比较逸 你每次 每次你用 用不太好 声音表现又不好 你这样便宜有什么用 你听懂我意思吗 这种法的东西 尤其是法的弘扬 你就一次把它对了 可以用得长长久久 我就便宜起来了 你知道我这眼镜 你知道我在 也在静光当年买的时候 七八千块 但是你知道我用多久吗 超过十年 我平均起来 一年用七百块而已 我便宜吧 看你三千块 两年多 一次三千块 两年多 你九年就多九千块 比我更贵 我呢 早买早享受 完满享折扣 对不对 我十年当中 我都用这种 怎么样 不会咬皮肤 很轻 拜起佛来 没感觉 我十年在用它 我十年受这个好处 我这样生上受比较对 所以说这种好的 这种机器 你买了 不是两天三天坏了 不是这样子的 它就五年十年这样用 你这五年十年当中 都得法的利益 都得清晰的利益 无障碍的利益 没有 报音的利益 是不是这样子 了解意思吗 了解意思吗 你把这声音 录进去的话 你听爱的人 丢一下 会这样子 是不是 了解 我不是说 你们要怎么改变 我教你一种思考法 很多人都说 法上法是印的金都好贵 为什么 我当然贵 因为我都用圣经纸 我都用除树纸 我都用中性纸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们一般印的金 我们一般印的金 都是稻林纸 什么叫稻林纸 是酸性纸 酸性纸是什么意思 你看看你管书的人就知道 堆堆书在里头 你一下子进去一定有个酸味 有个嗆味 有没有 那个酸的味道 那就是酸性味 这种酸性纸 杜虫最喜欢吃 听到没有 爱去嘎 然后呢 三十年一定要泛黄 糊掉 化掉 你想想看 你好不容易印的金书 你印了 然后呢 结果呢 三十年坏了 又不能丢 不能烧 哪个人要不要 又不精致 那我不是 我一定要印最精致的 用中性纸印 贵贵多少 没贵多少 顶多贵一倍 但是呢 能用多久 两百年 你除看看好了 我贵它一倍 用两百年 它少我一倍 它是我一半的价钱 用三十年 哪一种便宜 哪一种没烦恼 它又不会被重咬 它中性的 所以不要看眼前力 这也是天台的修行 不要看眼前力 我不是说你们 我在讲 泛泛佛教界 它印嘴就好 乌就乌 乌就好 修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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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欲知足 对 但是在法上面 要有善法欲 它这跟扫欲 是不是无关呢 你印出一本 三十年就要毁了 坏的经书 我问你三十年以后 人家怎么办 懂经书人都知道 戒律人都知道 不能随便丢 它酸了 黄了 烧掉了 你怎么办 你知道吗 大家都知道 全世界都知道 法上法师缺钱 跟人家借钱 现在欠银行 欠了五千多万 别怕 我还是好吃好睡 别怕 懂吗 事实上是很怕 然后呢 借这么多 但是你知道吗 前年你们还 还记不记得 我印过那个 什么 南山三大部的 那个 知识记的 那个彩色本 有没有 还印了现装的 看到没有 是不是这样 我二话不说 我还同时印现装 印金装 然后又印了 法华金 你知道 我那个时候 我花多少 你知道吗 哈哈 不多 那你猜一下 随便猜一下 谁说 谁说两百的 有人说两百啊 三百 五千零 加一点 三百五百 你真凶 一下跳到五百 五千零 再加一点 五百五 别含 一千不可能 六百 八百多 我印金书 不手软 你看过 我跟人家 要金书的钱没有 你看过 我跟人家 讨金书的钱没有 看不到 人家不想出 那看不到的 印了金 他也不会去看 但是我就坚持印好的 你知道我们的法华金 到现在 我没看过第二部 这么好读的 你知道那一部啊 那一部 故宫出来的那一部 曾经被倒印过 很差 但是四华印的 真的是好 我到现在还是送他 送这一部 这一部 很舒服 非常舒服 有没有 你们常说有没有 木头盒子的吗 一个木头盒子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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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哪可以呢 那本哪可以呢 对对对 这么大 蓝色封面 折叠本 烫金 里头是蓝底金字 常说有两三套 我花不了那个钱 我没那么多 我一点后悔 当时没那么多钱 你知道吗 是静定比丘尼又帮忙 帮忙他也印 他印八百更多 药的话跟他的药看看 我才印两百 半年就被讨光了 当他要出了 本钱两万 一万二啊两万 两万嘛 那真的是好 我没看过这样好 这么美的字 这么好诵的经 没有现状啦 折叠本啦 那大陆也出了 号称比我们更早的 我们那是元朝 他那是宋朝 但是居士写 字不美 很紧 不舒服 他那是元朝国师 那个 申号大师做的 元朝大师啊 申元朝大师 元朝大师 是国师 你去查一下 他是国师 那个字 实在不得了 我最近又要给 世华出考题 我打算 我有一本 戴在身上的法华经 这么小一本 是会乐长老印的 这么薄 圣经纸 最薄的那种圣经纸 注意听哦 我在给你们要钱哦 当在注意听的时候 就知道 说我要给你们要钱 这么薄 我带到 新加坡 印尼去传戒 我带着 金 是我的命 是我的心脏 我看金皮 我就会感觉安心 那是太好 那是真的 法华经 读的法华经的名称 我就非常感动 何况我带在他身边 我非得带着不可 回来的时候 在飞机场 不会丢 当然不会丢 我就拿出来 我就说 我就跟其他法师讲 要印金 要印 这样才好带 其他法师一看到 马上就把我没收了 那我来带吧 为了慈悲众生 我也不能说不可以 你知道 跟和尚要东西 有几样东西 你要了他是没办法 跟你讨回去的 第一种要经书 第二种要佛法 第三种要钱 和尚借钱 没有在还的 你懂吗 是这样 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同餐到 有钱都拿来拿去的 那天 那天我一个学生 造神法师 很鲜 就在印尼 那我们就 大家有供养 供养就想要 换成美金 换成美金 有多少钱 就换多少美金 就好了吗 他跑来跟我讲 院长 大和尚 大和尚 你有没有 两千万给我一下 印尼币两千万很少 好像是两百 两千分之一 一千分之一 所以两千万 才两千块 还是多少而已 是这样子 给我一下 我说干嘛 刚好我凑成两亿 他就跟我讲这样 他就换钱 他还凑成满数 满数来跟我要 你知道吗 好像这只是一张纸而已 不是钱 他说那拿去吧 他都出嘴了 我敢不敢说门 拿去了 和尚就是这样过日子 就这样过的 你懂吗 我们去买东西 有时候同学去买东西 使用事物去买东西 这样 缺钱 他就说贴啦贴啦 有了贴出来贴出来啦 钱不够啦 赶快拿出来 赶快拿出来 没有啦 谁说没有 我刚才看你的 落地儿又有 就把他捞出来 这补钱补钱 都补足了 买了 买了他自己拿去用 他都忘记了 他曾经这些钱 是把人家拿来抖内的 都没有这想法 和尚是这样子 和尚是这样过日子 同山道友之间是这么好的 OK 好啦 那我就这样讲 他就把我拿去 然后就我在想 我硬经 我打算 四华也印了一部这样子 这么厚的 小小这样子 法外经 应该你们都有 就差不多这么大 这么大 但这么厚啊 你是怎么扎啦 扎这里碰碰 你没办法扎得辛苦的嘛 没办法 但是 惠岳长老那个是薄薄的很OK 而且惠岳长老自己签名 这很好 可是第一个 他可能没有了 第二个 我不是闲啦 我是觉得 那是电脑制 听懂吗 电脑制没感觉 没感觉 没睡眠 不是真言 不是种词 种词 我还是非常欣赏 那个元昊大师的那种词 我们印那个试药品就是了 常处有试药品嘛 那个就是从生昊大师 不能够太那个的 这样印出来的 那现在呢 我又在想 我要跟志华讲 把整部法华经 印成这样 用生昊大师的字 如果能这样就太好了 不过问题来了 要怎么排 要怎么印 印到那么小一本 如果能这样就好 我打算跟他谈 他都不敢打电话来 你知道为什么 我有钱给他赚 他都不敢打电话来 因为每一次法藏法师 都有new idea 会把他搞得人养马翻 我都是新的作为 为什么 因为我们要创造新的文化 态度 佛法 佛法的弘扬 这样懂意思吗 从麦克风讲到印经 是同一件事 对佛法的尊重 拿最好的来供养它 这样了不了解 我会跟他们谈一谈 看本钱是多少 他愿不愿意做 这是大工程 你想想看 他是本来是长条状的 要说成四方本 会很难 我现在正在想 什么方法说服他 怎么威胁利诱他 然后告诉他一定要做 那个可能要重新切割 重新拍 非常难 非常难 但是势必有意义 为什么 因为我看到小本子的法华经 通通是电脑字 挺好意思吗 你自己去读过 你就知道 你去送法华经 你送过你就知道 真的 我当年送的电子稿的法华经 是我亲自 在普里 结下安居的时候 十多年前 我用写字版 早年我不会打注音符号 因为早年没有新注音 比较难打 那现在我用那个自然输入法 我基本打的还可以 这样子 要学就要学那个五夏米 我没学 没学就用嘴唇 那注音 那当年我用了写字版 一个字一个字的写出来 然后变成电子稿 那我读的还是电子稿的 后来是读电子稿 但是最后我看到原生浩大师 生浩大师 原浩大师的那个什么呢 那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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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的时候呢 那个 我就觉得 哇 太棒了 那这个来送经 真的是供养 真的是 你的眼睛的感觉 会感动 那个美 那个庄严 树木的字 会感动 没有造作 没有造作的字会感动 这样了解吗 那当然也有人说 红衣大师有没有这个字 没有 他没有 在红衣大师的字是很庄严 是很不错 那叫婴儿体 没有骨 没有骨 像婴儿一样 泡泡的这样 但是如果要评论的话 要评论的话 那样子的字 有时候又不一定适合拿来长期送 因为他没骨 他没骨 你听懂吗 没有那个骨体的时候 你那个警觉心 还有一点那个 是因为他的性格的关系 他被 映光大师呵斥 说不能写那种 比较潦草的那种经书 然后再来就跟他讲说 不应该再把过去的那个东西拿来用 他只好在字上 他保留这个技术 艺术 唯一保留 他会画画 会唱歌 有写谱 他都不要了 他最后保留文字来写经 转成的这种字是他个人的修为 但这种修为终究是个人的修为因缘 我个人感觉就说那个原生浩大师的字 原生浩大师的那个字是比较能改人 因为他没有特别长相是什么 是一种你去看就知道 常驻友人就借来看 他是那种郑凯提 他没有太特别 他字本身有在讲话 但是没有一个特别的特别的一个样态在讲话 他用一般的样态 但是他具有他自己的格在讲话 那好舒服 了解吗 那这样你想看戴在身上 常常来送他一段两段的 不一定送法华经有时候你不一定全部送完 很长嘛六万多字可能对不对 出门的时候心情上坐车等人就可以拿出来看他们一下下 没有错啦我手机里也有啦 那是电子字啊不愉快 看了只能查资料这样而已 不是在修行的 感通用的 这是今天讲的真言有没有感通用 了不了解啊 ok ok 跟你们画圆啊 这是法法的啊 好我们就这样子啊 刚回向完了嘛对不对 现在是不是要推出去 把椅子推出去啊 ok